这是一部漫画的浏览量 2400个亿 如果按照中国14亿人口来算 相当于每人都看了不下一百遍 那么它究竟有什么魅力 值得这么多人去反复观看呢 我带着好奇的心理打开了这部漫画 在展开目录的一瞬间我惊呆了 这漫画的每一张 竟然都高达数百万的赞 而且随便点开一条评论 都是最少三刷了 有的更是说百看不腻 也不知道自己重温了多少次了 甚至还有的同学表示 从小学一路看到了高中 他就是连载了四年之久的 甜美的咬痕 这是一部讲述人类与吸血鬼之间的故事 女主名叫杜小新 还在他只有六岁的时候 父母就惨死在了吸血鬼的手上 因此长大后的他特别的厌恶吸血鬼 可偏偏这是一个由吸血鬼统治的世界 人们更是以能够被吸血鬼宠幸而感到自豪 这天小新帮老师送资料 结果却意外遇见了血族的王子洛伊 向来对吸血鬼就没有好感的他 转身就跑了出去 可突然一只手臂抓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紧接着步入眼帘的就是洛伊那张帅气的脸庞 小新慌了 急忙反抗地想要逃走 可此时在洛伊的眼里 却以为是小新在挑逗自己 可就在要准备吸他的血时 小新却直接给了他一巴掌 这个动作算是彻底地惹怒了洛伊 他一把将小新拖到了阳台 接着就大声地对着学院里的学生喊道 从今天开始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敌人 听到这话 学生们纷纷窃窃私语地笑道 敢得罪血族的王子 这女孩估计怕是活不过今晚 女孩正在遭受校园霸凌 可却没有一人敢上前帮忙 只因为她得罪的是学校里的权贵 可怜的小新就这样被扔到了一间破旧的仓库 这时一个女孩走了过来 她掐着小新的脸就嘲讽地说道 果然是长得不讨喜呢 怪不得洛伊大人会讨厌你 随后又对着三个男生说 现在 他归你们了 可就在他们准备对小新动手之时 突然一声助手打断了几人的动作 没想到 竟然是洛伊赶了过来 给我从那个女人的身边滚开 别让我说第二次 随着洛伊的眼神里冒出一抹红色 几个男同学吓得是纷纷逃窜 这时短发女孩战战利利地喊了聚落大人 可下一秒 就被洛伊的眼神给憋了回去 随后洛伊来到小新的面前 看着他额头上的伤口 只见他伸出舌头就舔了上去 没想到只是一瞬间 那伤口就自动愈合了 随后洛伊便居高临下地表示 只要你现在求饶便可以既往不救 可结果小新还是倔强地扭了扭头 不就是服个软吗 他丝毫不曾畏惧 甚至还表示这是作为人类的尊严 这话一出 让洛伊不由地笑出了声 随后他便决定了要收小新为自己的血泊 听到血脯二字 小新立马就挣扎地想要反抗 可当听到洛伊的下一句话时 他瞬间就没了脾气 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卧病的弟弟对吧 你要是不愿意 我就让他来代替 此时的小新委屈极了 可最后却还是不得不投入了洛伊的怀抱 随着小新的相间半路 洛伊的眼睛也开始变成了血红色 在小新的一声交喘过后 洛伊已然是满意地饱餐了一顿 随后他便将小新抱回了自家的别墅 在临走前还让下人把他洗干净了之后放在床上 就在这时 大哥洛德却突然叫住了他 可训斥的话都还没来得及说完 洛伊就不耐烦地表示自己的事情不用他管 然而大哥接下来的一句话 却让洛伊当场愣在了原地 2016年一部以吸血鬼题材的少女漫画横空出世 才刚刚上架就横扫了各个宝单 之后更是力压了怦然心动整整一年的时间 他就是承载了无数人青春的甜美的咬痕 男主名叫洛伊 是一只高贵的吸血鬼 可在他小的时候 却喜欢过一个保姆姐姐 然而有一天 哥哥洛德却突然告诉他 那个照顾你的血谱 因为受不了你而离开了 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 洛伊便开始不再相信人类 然而直到这天 他遇到了一个跟保姆很相似的女生 他叫小新 是一个人类的女孩 于是洛伊便鬼使神差地将小新带回了自家的古堡 可结果自己的这点小心思 却被哥哥一眼就看穿了 当他再次听到弗磊这个名字时 洛伊怒了 他回过头就警告哥哥不准再提他 随后当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却发现 小新竟然逃走了 原来在小新醒来了之后 便从窗户爬了下去 可才没跑多远 身后就追来了一群蝙蝠 随后在与蝙蝠的对抗中 竟又一步小新摔落了悬崖 就在这时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小新 待到他抬头一看 没想到竟然是洛伊救了自己 突然裂开 此时的洛伊按道一声不好 随后啪的一声 俩人便从悬崖上坠了下去 就在小新以为自己这次肯定死定了的时候 洛伊却一把将他搂入了自己的怀中 随着一声闷响传来 小新预想的疼痛却并没有发生 随后当他睁开眼睛一看 才发现自己竟然压在了洛伊的身上 看着手上那粘稠的血液 他没想到吸血鬼竟然也会流血 就在这时 洛伊慢慢地爬了起来 然后就对着小新说让他离自己远一点 因为洛伊怕此时的自己会忍不住过去吸干他 可小新却并没有听他的话 反而撩开自己的肩带就让洛伊来吸血 原来 小新是不想欠吸血鬼的人情 可这时洛伊却笑了 他一把将小新推倒 然后咧嘴一笑地就说 放心吧 我会很轻的 可结果却是洛伊用能力治好了小新的外伤 并且到最后都没有吸他的血 因为他觉得 让小新欠自己的人情 好像要比吸他的血更为有趣 洛伊紧紧地抱着杜小生 坐在悬崖下 杜小生告诉自己 不能被迷惑 于是他轻轻推开洛伊 打算离开 洛伊却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问他是不是还想逃 杜小生自知跟他硬碰硬 毫无胜算 便谎称自己只是想探路 洛伊将他拽到怀里 让他别骗自己 杜小生则坚定自己说的是实话 毕竟总得找条路回去 洛伊问他指的是回哪去 杜小生只好让他别逼自己说出来 他不爱听的话 两人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森林 洛伊告诉杜小生 只有血族才能看见里面的瘴气 普通人进去多半会死在里面 但既然杜小生想去探路 那他定会奉陪到底 于是两人牵着手走进森林 树叶沙沙作响 洛伊看出他在害怕 杜小生觉得 洛伊把他带进这片森林 只是为了看他看清自己的卑微 没了洛伊他根本无法生存 于是他甩手让洛伊放开 洛伊调侃问他不怕了 他坦诚自己害怕 但更不想被牵着走 洛伊停下脚步 他发现 杜小生好像比一般人更抵触血族 因为每次和自己有身体接触时 杜小生都会抖个不停 他俯身在杜小生耳边 让他就这样寅愿下去 因为自己喜欢看他这难堪的表情 杜小生让洛伊放开自己 但他却不小心滑倒 摔在了泥地里 洛伊看着满身泥泥的杜小生 问他知不知道 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真是脏死了 杜小生沉默不语 随后洛伊又向他伸出手 做事要拉他起来 杜小生把洛伊的手甩开 站起来转身跑走了 洛伊冷横他这是不知死活 杜小生在森林里用力奔跑 他感觉周围有无数个黑影 在说他恶心 他捂住双耳不愿再听 却突然发现 弟弟小林正站在自己的面前 小林觉得 他被吸血鬼玷污了 真恶心 杜小生眼角擒着泪 他感觉自己像是彩空 跌入了深渊 而小林在他眼前消散 他猛地从床上坐起 看着空旷的房间 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是哪里 他下床发现 窗户被封死了 他转身拍打着门 问这是什么地方 门外候着的女仆表示 这是洛伊为他准备的房间 他只需要安心养病 这时洛伊来了 他问女仆 怎么一大早就开始闹腾了 随后便让女仆开门 杜小生看见门打开了 便直接冲了出去 却被洛伊一把抓住扔在床上 洛伊撑在他的上方 觉得昨晚主动献血的他 可讨喜了 杜小生疑惑自己 为什么会记不起来昨晚的事 洛伊表示 是因为瘴气 人类在那个森林里行走 就会出现幻觉 然后失去意识 直至死去 谁让他挣脱了洛伊的手 这就是惩罚 杜小生想起洛伊觉得自己肮脏 便让他别碰自己 洛伊将他双手举过头顶 认为他这么有精神 看来是恢复得差不多了 杜小生问他想干什么 洛伊表示 当然是要吸血了 杜小生觉得好脏 洛伊松口问他 是说谁脏 杜小生哭着祈求洛伊让他回家 洛伊让他放心 只要他当自己的血仆 他的弟弟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过前提 是在自己还对他感兴趣的时候 洛伊走出门 吩咐女仆好好看着杜小生 杜小生捂着眼睛 任由泪水滑落 小林站在家门口 有两位女人前来打招呼 问他今天怎么这么早 小林表示 今天是姐姐要回家的日子 女人们夸他姐姐 进了首都学院很厉害 这让小林神色有些暗淡 他跟女人们告别 因为自己要去接姐姐了 而女人们在他走后怯怯思语 觉得要不是因为他患有心脏病 凭姿色 肯定能得到很多名门的青睐 小林没走几步就虚弱地靠在墙边 他知道 姐姐是为了医药费 才进吸血鬼经营的学校 这时 有个女孩问他 是不是杜小生的弟弟 女孩自称是杜小生的同学 他告诉小林 杜小生在学校出事了 洛毅想知道 杜小生是不是还在闹别扭 女仆说 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洛毅觉得他太麻烦 洛毅走进卧室 让杜小生别以为绝食就会被放走 惹怒他 对任何人都没好处 洛毅掀开被子 让杜小生说话 杜小生告诉他 自己想回家 哪怕只有今天也行 不是告诉自己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回家 管家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原来是杜小生的弟弟 求见洛毅 杜小生不知道 小林为什么会来这里 洛毅一把抓住他的手 觉得现在他的家人来看他了 他应该感到高兴 杜小生却认为不行 他不能让小林看到自己 跟吸血鬼待一起 洛毅错近问他 到底哪里不行 其实洛毅知道 他不想被弟弟看见堕落的样子 他让杜小生在帘子后面 看着就行 杜小生捂着嘴 无声颤抖 小林被人带进来 杜小生本想冲出去 却被人拉回捂住嘴巴 他只需在这看着就行 洛毅问 小林找到有何贵干 小林捏了捏拳跪在地上 他求洛毅饶过自己的姐姐 洛毅和杜小生 都为此感到震惊 洛毅没想到 小林这么没骨气 还以为他会和杜小生一样 小林只能忍气吞声地道歉 无论杜小生做了什么事 惹怒了洛毅 他都愿意替姐姐承担一切 要他做什么都行 洛毅看出小林的不对劲 于是让他掀起来再说 谁知小林 话还没说完就晕倒在地 杜小生直接冲了出来 洛毅则叫管家 立即把附近最好的医生带来 洛毅抱着小林 看着小林惨白的脸 他有些恍惚 洛毅让他振作点 又怒斥医生 为什么还没到 医生总算赶到了 他给小林注射药剂后表示 幸亏抢救及时 不过他建议 还是办理住院比较稳妥 洛毅让管家去安排住院事宜 他没想到会闹出这么多麻烦 一旁的杜小生 摇摇欲坠 被他一把搂住 杜小生睁开眼看见洛毅 他问起小林的情况 洛毅让他放心 小林已经被安排进最好的医院 接受治疗了 杜小生想去看望小林 洛毅却觉得 他现在身体很虚弱 让他把东西吃了再说 杜小生不愿意吃 洛毅只好告诉他 不补充体力 怎么去见小林 杜小生的手拿不稳勺子 洛毅见此便接过碗亲自喂他 洛毅温柔地笑着 杜小生的表情却不自在 杜小生坐在病床边 问小林要不要吃点粥 小林暂时不想吃 杜小生担心他是不舒服 他表示自己只要好好吃药就行 小林觉得 杜小生受了这么多委屈 他却只能求饶 他认为自己很没用 杜小生抱着小林说他很勇敢 只要他们一起 就没什么好怕的 随后 杜小生让小林吃粥 他也乖乖答应 杜小生问小林要不要吃苹果 小林说 只要他削皮就吃 杜小生笑着说好 这让洛毅看呆了 原来他也会笑 病房里的两人 发现了站在门外的洛毅 这让洛毅有些尴尬 他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便让杜小生跟自己回去 两人走出医院 洛毅以为杜小生会赖着不走 杜小生却表示 他不会再逃走 不过他希望洛毅 不要禁锢自己的自由 洛毅狡黠一笑说好 洛毅让信调查 是谁把杜小生的事告诉小林的 信觉得他这是 对杜小生有了好感 洛毅却表示 管教要皮鞭和糖果 让信查就是了 信赢了下来 杜小生走在学校的走廊上 旁边的同学对他窃窃私语 他们看他不爽 决定教训他 女孩叫住杜小生 杜小生转过身 女孩一巴掌扇在杜小生的脸上 杜小生瞪着他 他觉得杜小生是谁都可以打的 杜小生让他别太过分 女孩抬手又准备扇杜小生 却被杜小生拿住手 他的妥协是有极限的 说完就一把甩开女孩的手 女孩恼羞成怒 竟拿出一把小刀 这时 他的身后出现一个男生 把他手中的刀打落 他是封级委员森奈 他警告女孩在课间不要细细打闹 两个女生见自己不沾上风 便走了 杜小生很感谢森奈 他问森奈这么做 不怕受牵连 森奈却不怕 他觉得人与人之间 就是应该互相帮助 森奈注意到杜小生脸上有伤 提出带他去医务室 杜小生觉得不用那么麻烦 森奈却执意要带他去 到了医务室后 杜小生觉得很麻烦森奈 森奈却表示 这是他的分内事 若他能早点遇到杜小生 或许杜小生还能少受点欺负 森奈提出 这段时间由他送杜小生上下课 这样两人一起走 还能说说话 这让杜小生有些不知所措 放学后 两人走在一起 身边的同学议论纷纷 森奈摸着杜小生的头 让他别管那些人的闲言闲语 杜小生向他表示感谢 还叫他学长 他却让杜小生叫自己森奈 两人有说有笑的画面 被洛义尽收眼底 他脸色阴沉地 把杜小生从森奈身边拉走 洛义把杜小生丢在床上 杜小生不知道 洛义为什么突然把自己抓回来 洛义却说 因为他是自己的血脯 洛义捏着杜小生的脸 别人对他好点 他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这时他看到了杜小生脸上的伤 问是谁打的他 杜小生却表示 这都是拜他所赐 反正这是他想要的结果 但洛义脸上 却露出了愧疚的表情 杜小生看了后 警告自己 不能被他迷惑 鉴于杜小生对别的男人示好 洛义还是决定惩罚他 杜小生听后 瞪大了双眼 洛义觉得杜小生的衣服太爱实 难道想让我帮你吗 杜小生颤抖着解开自己的衣服 事后 杜小生坐起身来 打算扣好衣服 他颤抖着快哭了出来 洛义告诉他 这次是小惩罚 下次要再敢招惹其他男人 就会狠狠地惩罚他 杜小生觉得 洛义简直是在无理取闹 但他发现 同学们都在躲着他 难道又是因为洛义 森奈喊住杜小生 他转身 想要离开 森奈却抓住他的手 把他转过来 森奈为昨天眼睁睁看着他 被洛义抓走而感到抱歉 他不知道 洛义有没有对他做什么 森奈把杜小生拉到角落处 让他有什么困难就说出来 自己会为他想办法 杜小生却表示 不想跟森奈扯上关系 杜小生说完不想连累 他就打算离开 森奈抓住杜小生的肩膀 却不小心看见了 他脖子上的红点 杜小生害羞地用手捂住 杜小生急忙跑开 森奈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 杜小生回到洛义住的地方 洛义问他 今天的校园生活快不快乐 杜小生表示 自己没做什么违反约定的事 洛义放下红酒让他过去 杜小生有些害怕 杜小生刚走近洛义 就把他拽到怀里 洛义问他 是不是不服气 杜小生认为 是洛义故意挖苦在先 洛义拒觉得 杜小生是他的私有物 他爱怎样就怎样 这让杜小生无言以对 洛义拿起红酒 让杜小生喝掉 这样他就原谅杜小生的无礼 杜小生扭头表示自己不能喝酒 洛义思索片刻 把杜小生拉到阳台 让他陪自己跳舞 身为血仆 总要有一两样取悦主人的本领 刚开始 杜小生笨手笨脚的 洛义警告他 若是踩到自己就死定了 过了一会儿 两人跳得很合拍 他们的身体贴得很近 这让杜小生感觉自己的心跳加快了 洛义夸他跳得还不错 是不是以前学过 杜小生表示 小时候看父母跳舞 洛义告诉他 自己这周有个酒会 按理来说 必须带着自己的血铺出席 所以他让杜小生准备一下 想着是吸血鬼的酒会 杜小生有些反胃 他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 说了句失陪就跑了 性觉得杜小生直接跑走 肯定是因为 平时洛义太纵容他了 他记得 洛义以前都是自己参加酒会的 没想到 这次居然打算带着杜小生去 洛义表示 要让杜小生进一次虎学 这样他才会知道 自己是这世上唯一能保护他的人 性却觉得 这是洛义的占有欲 看来森奈给了他不少刺激 杜小生跑到喷泉边 他不知道 洛义这次是想要干嘛 这时有人站在他身后 问他在这里做什么 他以为是洛义 转头才发现 是洛德理事长 洛德问杜小生 是谁允许他到处乱逛的 洛德觉得 他确实像以前那个血脯 说着便伸手去抓他的头发 杜小生往后躲 却不小心把自己绊倒 摔进了喷泉 洛德拿着杜小生的两根头发 尤其是这一头秀法 杜小生不明白 他在说什么 洛德表示自己说的是弗蕾 洛义以前最喜欢的血脯 洛德觉得 洛义之所以对杜小生感兴趣 是因为 他有几分像弗蕾 洛德让杜小生别有任何期待 杜小生感到心脏有点抽痛 他怎么可能对吸血鬼有期待 洛德提起弗蕾 最后背叛了洛义 他本想继续说 却被赶来的洛义打断了 洛义让他别在自己背后说三道四 而且自己的仆人 也不需要他来调教 看着水中的杜小生 洛义觉得 他就是个笨蛋 他向杜小生 伸手让他快起来 表示这是命令 随后又脱下自己的外套 给杜小生披上 带着他离开 杜小生感觉自己有些心乱 他不知道 洛义为什么要故意 对他温柔 洛义让杜小生 以后别乱跑 离洛德远点 他觉得杜小生跳舞还是差了点 需要多加练习 免得到时候在酒会上丢人 杜小生做了个梦 他梦见父母对面 站着一个陌生的女人 他以为是客人 但女人却叫出了她的名字 后来他就听不清女人在说什么了 杜小生醒来 却还是想不起来 那个女人是谁 放学后 有人告诉杜小生 通讯室里有她的电话 让她赶紧过去 杜小生接起电话 对方声称是小林的主治医师 小林的病情突然恶化 需要她赶紧去医院一趟 杜小生立马挂端电话 跑去医院 却在校门口被拦下了 守门的同学表示 非开放任学生 不得私自外出 必须要得到老师的批准 哪怕杜小生有急事也不行 可现在再去申请 已经来不及了 杜小生提到 自己弟弟病危 希望他们能通融一下 两位同学却告诉他不行 这时森奈出现了 守门的同学向他汇报了情况 森奈把杜小生拉到一旁 杜小生本想麻烦森奈放自己出去 但森奈表示自己 也没这个权利 不过他有个比较冒险的方法 吸血鬼贵族的家族徽章 可以让人随意出入 他觉得 洛义身上肯定有这东西 所以 便让杜小生 把徽章偷偷拿出来用一下 杜小生觉得 这样不太好 但森奈却提醒他 徽章对于血族来说很重要 如果洛义不愿意借给他的话 那他就没机会了 杜小生不知道 森奈为什么会这样帮自己 森奈回忆起 自己曾经因为懦弱 无视了一个被血族欺凌的女孩的求救 使他间接害死了那个女孩 所以他发誓 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这种悲剧再次发生 杜小生为让森奈想起了不好的事而道歉 森奈觉得这没什么 现如今解决他的难题 才是最要紧的 他提醒杜小生 一定要谨慎行事 杜小生表示自己明白 杜小生看见洛义打算出门 本想上前问他 能不能接自己徽章 但洛义却突然转头看向了他 这让他感到慌张 连话都说不清楚 洛义第一次见他这么主动 不过 他向杜小生强调 教自己食要加上大人两个字 或者直接叫他主人 杜小生试探性地表示自己很担心小灵 洛义让他放心 小灵在医院里很好 女仆在一旁提醒洛义再不出发 就要迟到了 走之前 洛义让杜小生乖乖待在房间里练习 杜小生还是无法开口 向洛义接徽章 只能自己去偷了 拿到钥匙后 他打开房门拿走了徽章 他在跑去校门口的途中遇到了森奈 森奈提出和杜小生一起 这样也有个照应 踏出校门 森奈感慨他们的学校 其实就是圈养人类的牢笼 杜小生觉得 时间不早了 还是赶紧去医院为好 跑着跑着 森奈突然停下 身后的杜小生 没控制住 撞在了他的背上 森奈发现有人在跟着他们 他猜想 可能是那些人 发现徽章被偷了 但碍于杜小生和洛义的关系 才不敢轻举妄动 杜小生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森奈却让他先走 自己留下来殿后 他让杜小生相信自己 杜小生冲进小灵的病房 却看见小灵正坐在床上看书 小灵觉得杜小生看起来很慌张 便问他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杜小生将小灵抱住 你没事就好 自己只是担心过头了 他让小灵安心养病 不过他总觉得 事情不太对劲 杜小生摸了摸口袋 发现徽章竟然不在了 小灵看见他如此惊慌 便问是怎么了 杜小生不想让他担心 便谎称是把带给他的糖弄丢了 杜小生和小灵告别后 踢着灯 来到刚刚经过的街道找徽章 他仔细地回想着 刚刚发生的一切 也开始怀起森奈 这时有车朝他按喇叭 他扭头一看 发生是洛毅来了 洛毅问他 为什么会在这里 又是谁把他带出来的 杜小生想了一会儿 决定如实交代 他为自己擅自把徽章拿出来 而向洛毅道歉 但徽章却被他弄不在了 洛毅觉得 以他的头脑 不可能会干这种事 于是就问是谁 让他这么做的 杜小生全盘拖出 洛毅让手下立即找回徽章 尤其是要着重调查森奈这个人 手下得令后就退下了 洛毅拉着杜小生走进树林 将他抵在一棵大树下 杜小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洛毅却表示 当然是要对他进行惩罚 洛毅一口咬在杜小生的脖子上 杜小生表情痛苦 鲜血顺着他的脖子流下 他的衣领也被染红了 洛毅把杜小生的衣服解开 又抬起他的手 一口咬下 洛毅觉得杜小生不知好歹 难道就不怕自己 把他的血吸完后 再舍弃他 说着他又去咬杜小生的腿 杜小生双手紧紧抓住树皮 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 被牵着鼻子走了 于是他推开洛毅 他知道自己 只是洛毅的一名血脯 而洛毅厌倦舍弃 他是早晚的事 但在这之前 他希望洛毅能让他 一起帮忙找回徽章 这终归是他的责任 他不想亏欠洛毅 但话还没说完他就晕了 洛毅把他拥入怀中 让他别以为在这种时候 说这种话就能打动他 杜小生醒来后 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卧室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 他打开房门问女仆 现在是什么时候 女仆表示 他已经睡了两天了 洛毅吩咐他们 等杜小生醒了 就为他准备餐点 女仆走后 杜小生反应过来 今晚就是酒会 但洛毅却不见了踪影 他打算找人问问 却无意间听到 两个女仆的对话 女仆们觉得杜小生是灾心 洛毅认识他后 就出事不顺 现在还弄丢了徽章 他们听说没徽章 连酒会的大门都进不去 女仆感觉到 身后有人便扭头查看 杜小生迅速躲在墙后 他绝不能坐以待毙了 他奔跑在街道上 一辆车停在他的面前 原来是信 信认出了他的身份 以为杜小生是想 称洛毅落难逃跑 杜小生否认后信 决定在他一程 但杜小生却对他保持警惕 信只好介绍 自己是洛毅的死党 信猜测杜小生是要去酒会 便问他需不需要自己的帮助 杜小生看出信是吸血鬼 便不太相信他 信表示自己经常和洛毅待一起 他知道杜小生是想去帮洛毅 但没有他的帮助 杜小生出不了校门 而且他刚好 也有事要拜托杜小生 杜小生最终还是上了信的车 但信却觉得 他的这身造型不行 决定帮他改造一下 车开到了酒会门口 信身手扶杜小生小车 改造后的杜小生 身着蓝色礼服 很是妖艳 两小时前 洛毅来到酒会 却在门口被拦下 男人询问他是否是一个人 并要求他出示徽章或邀请函 洛毅表示自己是血族元老的候选人 蓝他就是找死 但男人表示自己只是按规定行事 话还没说完就被一位嚣张的少爷打断 他看见洛毅没能进酒会 便确定洛毅是真的弄丢了家族徽章 因此他觉得 洛毅也没资格成为元老候选人了 洛毅让他这种小洛洛别插嘴 他却觉得洛毅没有了徽章 连小洛洛都不如 他甚至还提出要担保洛毅进去 得到的却是洛毅的一句滚 洛毅知道偷徽章的人 故意把消息散出去 就是为了把他从候选人的名单上剔除 而人群中有位男人在看见洛毅后 扭过了头 这时 秘书来帮元老听赵洛毅入内 元老们问洛毅是否知道自己 为何被召来 身为下任元老候选人的他 竟然把徽章弄丢了 元老们都不知道 他是否有能力继任成为元老 元老们表示 若继承者中有人图谋不轨 他们不会视而不见 就算是有人故意陷害洛毅 那他连这都防不住 实在是没能耐 洛毅表示自己有备而来 他承诺在24小时内找回徽章 否则就放弃元老后选的资格 诸位元老对这样的回答很是满意 也想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能耐 杜小生走进酒会那场 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心让杜小生自己随便逛逛 他要先去找洛毅 杜小生四处张望 却看见了森奈 他相信自己没有看错 他来到森奈面前 想跟他借一步说话 他知道自己不能莽撞 必须要见机行事 森奈欣然答应 信找到了洛毅 洛毅问他有没有找到徽章 信让他放心 一切都在进行中 不过 没啥因为家族关系 不能帮助他们 信又刚好碰到杜小生 就让他去做了 听到这洛毅急了起来 信解释说杜小生本来就想帮洛毅 而且他确实是个适合的人选 洛毅却只想知道杜小生现在人在哪 信觉得应该在大厅 他还嘱咐洛毅千万别坏事 原来森奈的本名叫威尔 他以为杜小生是洛毅派来的 但杜小生表示 没人指使他 只是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洛毅找回徽章 威尔让他别白费力气 现在就算找到了徽章 洛毅也失去了血族元老们的信任 不过 若是杜小生愿意跟随自己 他倒是可以替洛毅说点好话 杜小生将他推开 让他别用脏手碰自己 他却一把抓住杜小生的手 附在他耳边 若杜小生答应跟随他 他就把徽章还给洛毅 说着 威尔就要咬杜小生的脖子 杜小生却无法动弹 还好洛毅及时赶到 把杜小生拉进自己怀里 威尔则受伤跌坐在一旁 洛毅本想关心杜小生有没有受伤 却发现自己有些心动 他迅速弹开 杜小生以为又发生了什么 洛毅则挠挠头 让他以后没自己的允许 哪里也不许去 这时 元老雷娜得来了 威尔本想站起身来告状 但洛毅的家族徽章 竟从他的身上掉了下来 洛毅从容捡起徽章 让威尔给自己一个解释 雷纳德对威尔很失望 但威尔声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一旁的人擒住他 让他一步远老听 他这才反应过来 是杜小生故意接近他陷害自己 他身上不可能会有 洛毅的家族徽章 原来信早就从威尔的卧室 找到了徽章 他在车上拿给杜小生看 但杜小生还以为 威尔是有什么苦衷 信告诉他威尔是吸血鬼 假扮成人类 只是为了利用他来陷害洛毅 杜小生这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 他让信说出 拜托自己的事是什么 信把徽章给他 让他主动接近威尔 并悄悄把徽章放进他的口袋 信看他有些犹豫 便让他自己考虑 选择权在他手里 威尔怒吼是杜小生的错 是他想陷害洛毅 然后又嫁祸给自己 洛毅却一把拦住杜小生 声称他是自己的人 任何人都不能污蔑他 威尔觉得洛毅身为血族 却这么袒护人类 根本没有继承元老的资格 洛毅觉得 威尔也没资格 因为他只会用卑劣的手段 来达成目的 而且 若是连自己的血脯都保护不了 又何谈维护血族的荣耀 威尔本想继续争吵 却被雷纳德叫停 雷纳德让手下把威尔送出大门 他也不用去元老院了 还是回自己的北方比较好 威尔恳求雷纳德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雷纳德却觉得 他这样没有了尊严 威尔临走前 对着洛毅和杜小生放狠话 这让杜小生有些害怕 洛毅发现了他的异常 别安慰他 别怕 雷纳德让洛毅别高兴太早 身为下任元老候选人 光会耍手段是不够的 说完就转身离去 信不想打扰他们的二人事件 提出自己还有事就先走了 洛毅把杜小生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他知道 城堡里都是血族 让杜小生感到不自在 他让杜小生别误会 这只是奖励杜小生帮了自己 洛毅让杜小生 展示自己的训练成果 杜小生心跳加快 两人翩翩起舞 他问以后 会不会还有像威尔这样的人伤害洛毅 洛毅觉得 他这是在担心自己 杜小生却否认 他只是不想再惹这种麻烦 杜小生不慎被石头绊斗 洛毅本想去拉他 却还是慢了 两人都跌坐在地 洛毅搂着杜小生的腰 杜小生害羞地红了脸 洛毅情不自禁地想吻下去 却被他躲开 洛毅表情略有不悦 直接把着杜小生的头吻了下去 而梅莎趴在门边静静地看着 流下了泪水 梅莎转身离去 杜小生注意到了动静 便将洛毅推开 他让洛毅别这样 被人看到了不好 洛毅听后提出 酒会也差不多快结束了 不如他们回去再继续 于是就拉着杜小生离开 杜小生却表示自己 不是这个意思 洛德看着洛毅 拉着杜小生离开 雷纳德埋怨他 难得一见 却还一直看着窗外 洛德则表示 洛毅要离开城堡了 自己当然要目送他才行 雷纳德觉得 洛德很真是洛毅 洛德则表示 洛毅是自己的全部 不保护好不行 雷纳德听后表示嫉妒 他提出 要不是洛德事先拜托过他 他才不会去理会 这帮小孩如何争夺元老之位 洛德知道 洛毅和信清楚 都自己跟雷纳德的交情 所以多半也会向雷纳德求助 毕竟若是没有元老见证 他们的戏也演不下去 雷纳德觉得 真是煞费苦心 洛德却觉得自己 只是在顺水推舟 雷纳德提醒他 洛毅太重视杜小生了 这会影响元老厅 对洛毅的评价 洛德则阴策策地 看着驶离的车 他保证杜小生 和洛毅的关系不会长久 雷纳德敏唇微笑 不管怎么说 他也帮洛毅解决了 一名竞争对手 只是不知道 洛德会怎样感谢他 洛德撑在他的面前 问他 想要自己怎样感谢他 雷纳德笑而不语 洛毅和杜小生 回到住的地方 杜小生还在解释自己 不是那个意思 洛毅却表示 事与不是都由自己说了算 杜小生以为 他要进食了 洛毅却捏着他的下巴表示 就算不是 他也反抗无效 说着便稳住了杜小生的唇 他觉得杜小生这次很听话 所以 他也不会跟杜小生讲客气 第二天 杜小生醒来 却发现洛毅神清气爽地 撑在对面看着自己 这让他不由自主有些脸红 杜小生连忙起身 拉被子盖住自己 他本想下床离开 却被洛毅从后面紧紧搂住 洛毅带着杜小生来吃早餐 看着面前丰盛的食物 杜小生不知道 洛毅又要干什么 原来洛毅只是想把杜小生养肥一点 不然咬两口他就晕倒了 杜小生反驳说自己的身体很好 洛毅却提起上次 他咬胸了一点 杜小生就睡了两天 杜小生觉得 这么多东西他吃不完 洛毅却表示 吃不完也得吃 随后他拿起一块草莓蛋糕 味道杜小生的嘴边 吃完后 洛毅伸手抹掉杜小生嘴角的奶油 又伸手 让他吃掉自己手上的奶油 杜小生不想这样 洛毅却执意让他吃掉 看着杜小生乖乖照做 洛毅的心情很好 他让杜小生继续吃 吃完了就一起去上学 而杜小生则难以置信 自己刚刚竟做了这么羞耻的事 洛毅带着杜小生去到学校 同学们纷纷退让 有人觉得杜小生真是人不可貌相 竟然傍上了洛毅王子 看来以后不能得罪他了 洛毅听见后便瞪了说这话的人一眼 洛毅把杜小生送到教室门口 放学后 他会来接杜小生 杜小生却不知道 洛毅每天都这样接送自己该怎么办 刚回到座位上 就有女孩拿着点心来找他 邀请他去外面的草坪一起享用 又有一个女孩挤上前来 问他有没有兴趣参加社团 杜小生不想理会 他表明自己有事就离开了 身后的女孩们想知道他要去了 他却觉得 他们都是些见风使舵的人 杜小生来到天台靠在栏杆上 他感觉自己快变成他当初最瞧不起的人了 这时洛毅来了 他不知道杜小生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 不是让他在教室等自己来接 杜小生表示他自己能回去 洛毅却觉得 他的这种抵抗只会适得其反 他拉着杜小生的手 让他跟自己回去 他有东西要给杜小生 洛毅询问女仆 交代给他们的事 有没有准备好 女仆表示 早已准备妥当 随后洛毅让女仆 把杜小生带进去收拾 杜小生不知道 洛毅想对自己做什么 洛毅告诉他 等进去就知道了 过了一会儿 女仆告诉洛毅 杜小生已经准备好了 杜小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洛毅问他感觉如何 杜小生却不知道 洛毅是什么意思 洛毅让杜小生看自己 为他准备的衣橱 从此以后 他就不用穿那身寒酸的校服了 这样也不会再有人敢说 他的闲话了 杜小生紧紧握住自己的手 洛毅以为他是高兴的说不出话 杜小生却表示自己 不需要这些 他只是答应当洛毅的血脯 而洛毅帮自己的弟弟治病 就已经够了 别的他也不需要了 洛毅让他乖一点 因为他已经是洛毅的人了 所以变可爱 也是他的任务 说着 他咬了一下杜小生的耳朵 杜小生将他推开 让他别这样 他把杜小生抵在墙上 杜小生却放弃了抵抗 洛毅让杜小生放心 在他身体养好之前 会暂时放过他 不过 他要求杜小生 每天主动献上一个吻 杜小生觉得 自己办不到 洛毅却表示 办不到的话 自然会惩罚他 走之前 洛毅让杜小生明天上学 别穿那套校服了 他还指了指自己的唇 让杜小生 别忘了他们的约定 到了晚上 杜小生躺在床上 回想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这时有人进了房间 男人拉了个椅子坐下 他觉得杜小生 被洛毅当成公主一样呵护 杜小生从床上 坐起大喊了一句谁 男人觉得 他被洛毅惯坏了 话都不会好好说了 杜小生这才注意到 进自己房间的男人 是洛德 洛小生不知道 洛德有何贵干 洛德却表示自己之前 就已经说过 洛毅之所以对他感兴趣 是因为 他跟之前的那个血脯 有几分相像 洛德警告过 杜小生别抱有任何期待 但他觉得 杜小生不仅没听自己的忠告 反而还越陷越深 杜小生急忙否认 洛德却觉得 那是因为杜小生不知道 自己跟洛毅亲吻时的表情 不过他觉得 杜小生顶多就是个替代品 等洛毅完腻后 自然会把他丢到一边 杜小生却认为 就算事实如此 也没关系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觉得受伤 洛德轻横一声表示不幸 不过他希望杜小生 能做到自己说的那样 不对洛毅动心 否则他们下次见面 就不仅仅是聊天这么简单了 随后洛德关门离去 留杜小生坐在床上 神色暗淡 第二天早上 杜小生站在床前 洛毅上前问他 为什么不穿衣服 难道想让自己给他穿上 杜小生慌忙否认 洛毅拿起衣服 让他赶紧穿上 杜小生捏了捏裙摆 他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我真的和弗雷很像 洛毅愣住了 裙子从他手中滑落 他愤怒地将杜小生推倒在床 问是谁让他提起这个名字的 看见杜小生害怕地闭上双眼 洛毅明紧了唇把手放下 随后转身离开 杜小生睁开双眼 摇摇晃晃起身 感觉心里一阵抽痛 杜小生来到学校 同学们都在讨论 为什么今天洛毅没送他上学 杜小生不想理会 他为了小林可以忍耐一切 但这次好像不太一样了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 他都没见过洛毅 原来他们之间那么容易就能结束 杜小生失落地坐在教室里 同学们都觉得他是失宠了 这时有人看见洛毅来了 他们以为洛毅是来找杜小生的 他站起身来 决定找洛毅问个明白 同学们看见他往门口走 还以为他并没有失宠 杜小生在走廊上碰见了洛毅 本想开口叫他 洛毅却无视 他从面前走过 他想追上去 却还是停住了脚步 因为他也不知道 自己要说些什么 而洛毅走到转角处却停了下来 他将手握成拳头 杜小生被洛毅忽视的一幕 被其他同学看见 他们觉得杜小生很恶心 倒要看看他能嚣张多久 杜小生气得禁止离开 幸好奇 洛毅最近怎么魂不守舍的 也没见他去找过杜小生 洛毅表示自己没事 但幸却觉得上次徽章丢了 洛毅都没这么焦躁 难不成这次是因为杜小生 洛毅站起身打算离开 幸没想到 他居然会为了一个女人动摇 难道他真的喜欢上杜小生啊 洛毅让幸别开这种玩笑 他的事不需要别人多嘴 洛毅走后 信露出一个我什么都知道的笑容 杜小生发现桌箱里有个信封 信上写着 放学后在后院的喷水池 等你 落款式洛毅 虽然知道这是个恶作剧 他还是按时赴约了 来到喷水池 杜小生确定自己是被戏弄了 几位女孩来到他身后 问他在等谁 杜小生本想无事离开 却被女孩扯住 雨伞和信封都掉在了地上 杜小生知道这封信 就是他们的恶作剧 雨伞却觉得 他既然知道了 还来这里 看来是不想放过任何的希望 杜小生甩开女孩的手 他表示 自己的事跟他们无关 他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 总是喜欢耍小手段 难道就没有其他有意义的事 可做 雨伞却觉得 在这种环境下 最有意义的就是 攀个血足权贵 毕竟杜小生也是如此 杜小生否认自己 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雨伞觉得 杜小生这种时候了 还瞧不起他们 于是给了他一巴掌 又把他拉到铁门 用手铐把他给铐起来 雨还让杜小生 自己想办法解开手铐 既然他觉得 攀附血足是种玷污 那就让雨水帮他冲刷一下 杜小生也希望 雨水能让自己清醒 天色越来越黑 有人站在杜小生的面前 他以为是洛毅来了 抬头一看 却发现是梅莎 梅莎挖苦他才风光了几天 就沦落得如此可怜 梅莎觉得 既然已经没有人在意杜小生了 那他死了 应该也没关系 杜小生十分害怕 但淋了半天雨的他 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 梅莎也想尝尝 洛毅曾经喜欢的味道 便一口咬在杜小生的脖子上 杜小生感觉意识越来越模糊了 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 这时有人出手打断了梅莎 梅莎扭头一看 发现是一名黑衣男子 他愤怒地想抓住男人 却被男人躲开了 还刺伤了他的后背 洛毅感到将男人踢飞 他还以为 男人是想对杜小生做什么 此时信也赶来了 男人见状 便一跃而起翻过铁门 洛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逃跑 杜小生恍惚间 听到洛毅叫自己坚持住 他以为这是自己的异想 却不知道这就是现实 洛毅很害怕他死去 洛毅坐在杜小生的病床旁 信提醒他杜小生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让他还是回去休息一下 洛毅抿了抿唇 他只想知道 梅莎那边情况如何 信告诉他 梅莎确实是想吸干杜小生的血 但最后被那位黑衣人打断了 而且 黑衣人用来刺伤他的武器 是银匕首 奇怪的是 国家的银器早就被销毁了 而且 每年都会有副减 信觉得 十年前才发生过血烈发起暴动 难免会有漏网之鱼 说不定黑衣人就是一名血烈 洛毅觉得这件事 应该交给原老院处理 但信却认为这是在学院里发生的 应该先通报洛德 洛毅只能表示 还有其他事需要洛德处理 信安慰洛毅 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黑衣人若 真是血烈 那他的目标 应该只是没杀 杜小生是凑巧捡了个便宜 看着沉默不语的洛毅 信觉得自己 还是回去比较好 他让洛毅有事联系自己 杜小生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他梦到自己父母被杀 又梦到了那位神秘的黑衣人 这时洛毅拉着他的手 安慰他 别怕 让他安心睡去 杜小生醒来后 发现洛毅拉着自己的手 睡在床边 洛毅感受到动静 便睁开眼来 询问他 感觉如何 杜小生光速缩回手 他不知道 洛毅是不是那个在梦里 一直安抚自己的人 他觉得 这是一种讽刺 洛毅注意到他的异常 还以为他是身体不舒服 打算帮他叫医生 杜小生拉住他的衣角 表示自己身体并没有不舒服 洛毅轻抚杜小生的头发 他问杜小生为什么哭 自己也没做什么会让他哭的事 还是说 他之前的冷淡 对杜小生打击这么大 杜小生捏了捏衣角 问洛毅 为什么要来救自己 明明可以一直放着不管的 洛毅抱住他解释 因为他是自己专属的血脯 没杀竟然还敢动口 杜小生颤抖着将他推开 让他别再对自己温柔 因为这样下去 他会变得越来越奇怪 他明明很恨洛毅 却还是会忍不住在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的内心就一直在失控 这不是原本的他 他也为此感到生气 洛毅却从杜小生的话中明白了 他的喜怒哀乐 会因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而变动 杜小生不知道 哪个才是真实 他觉得 就算事实如此又如何 自己对于洛毅来说 只是个替代品 洛毅认为对他来说 现在在他身边的不是别人 而是杜小生 这就是他的真实 杜小生哭了出来 洛毅做事要吻他 一名白发男子正在洗澡 他的表情很忧愁 这时有人握着白发男子的下巴 提出 若他陪自己玩得尽兴的话 就答应让他进洛佩斯特家的学院 洛毅来到医院 问姓今天杜小生的情况如何 姓告诉他老样子 不过刚刚杜小生睡着了 他就来大厅走走 没想到就碰到了洛毅 他想起来 洛毅是今天早上才走的 看来洛毅很爱操心 姓推开门却发现 杜小生正站在窗前 他没想到 自己少看一眼杜小生就起来了 这样洛毅会找自己算账的 洛毅将他从杜小生身边拨开 让他别在自己面前 和杜小生说悄悄话 洛毅问杜小生身体还没恢复 为什么要起来 杜小生表示自己 躺几天了想出去走走 洛毅拉着他的手 表示要出去可以 但只能跟他在一起 他拉着杜小生离开 告诉姓 他们要出去逛逛 还让姓不许跟着 姓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干什么 还不如去找小林玩 洛毅带着杜小生 来到一处景色还不错的地方 杜小生看到一对嬉戏的兄妹 神色有些忧伤 洛毅问他怎么了 杜小生表示自己 只是想起了小林 洛毅提醒 他现在跟他在一起的是自己 让他别想着其他的男人 杜小生却觉得 小林不算是其他的男人 洛毅告诉杜小生 现在只能想着他一个人 洛毅带着杜小生去吃饭 他问杜小生 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杜小生表示随意 一位流浪的小男孩 抓住洛毅的衣服 他想讨些吃的 洛毅却瞪了他一眼 小男孩被吓得松开了手 杜小生怕洛毅伤害小男孩 便拉着他去了一家餐厅 洛毅提起 这是杜小生第一次主动牵他的手 杜小生害羞地松开手 洛毅笑了笑 让他先找个位置坐下 杜小生坐在位置上盯着洛毅 他发现洛毅手指的是 那个小男孩的方向 他以为洛毅要对小孩不利 便向窗外望去 但却看到服务员 递给小男孩一个袋子 里面装着吃的和一些钱 杜小生没想到 洛毅会帮助人类的小孩 他感觉自己心里有种罪恶感 杜小生发现 洛毅只点了一杯饮料 还是情侣杯 但他又非常想喝水 洛毅看他一直盯着果汁杯 让他想喝就喝 杜小生也顾不上这么多了 便先喝了 洛毅却突然靠近和他一起喝 杜小生感觉自己心跳加快 这简直就跟约会一样 两人回到医院 信告诉洛毅元老约那边 有事找他 临走前 洛毅让杜小生早点休息 信问杜小生约会开不开心 杜小生否认这是约会 信觉得他们两个太不爽快了 他认为喜欢就行 不必太在意种族问题 看着杜小生陷入沉思 信问他有没有注意到 自己眼睛和其他血族的不一样 因为他是人类和血族的后代 所以不像寻常血族那样 是线性瞳孔 杜小生为此表示震惊 信回忆起 自己从小就被别人歧视 只有洛毅没有嫌弃过他 洛毅就是他的救世主 他问杜小生想不想知道洛毅的过去 杜小生停下脚步 信注意到了 于是他表示 这种事由洛毅亲口说 才有意义 将杜小生送到门口后 信嘱咐他要早点休息 杜小生躺在病床上 回想起洛德对自己说的话 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洛毅 他埋在枕头里告诉自己 一定要控制住 洛毅却在身后 问他要控制什么 他坐起身来想离开 洛毅却把他拉回来 让他别想逃 只能乖乖地待着 洛毅把杜小生搬过身 让他夸自己 杜小生不知道要夸什么 洛毅让他夸自己这个勤劳的主人 杜小生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觉得洛毅莫名其妙的 就像个小孩一样 洛毅狡狡狡一笑 看来他的胆子被养肥了 不过考虑到刚刚是杜小生 第一次对自己笑 洛毅决定暂时原谅杜小生 但杜小生竟然敢说自己是小孩 洛毅谈了谈杜小生的脑门 他可不想 被杜小生这样的豆芽菜这么说 杜小生认为自己还会长高的 洛毅表示 以后就叫他豆芽菜了 杜小生让他别太过分 洛毅却觉得自己一点也不过分 说着便吻了下去 杜小生决定放下种族障碍 相信洛毅是不一样的存在 至少惊艳他不想放开这双手 看着杜小生食不下咽的样子 信以为是医院的早餐不好吃 杜小生否认 他只是觉得洛毅最近很忙 而他只能在这里闲着 信觉得他是想洛毅了 杜小生却表示自己痊愈了 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他今天想回学校考试 因为不考试就拿不到学分 他不想这样 学分对他来说很重要 信拿他没办法 只能送他回学校 信和杜小生聊着天 有女生看见后 就认为杜小生这是换了新主 不过他们发现这次的主人是洛毅的跟班 信来到他们身后 音测测地表示 原来他们是这样看待自己的 两个女生说了句抱歉 就赶紧逃离现场 杜小生很抱歉 连累了信 信表示没事 那群女生连他的闲话都敢说 实在是太大胆了 考试快开始了 信让杜小生快进去考试 自己会在校园里溜带一下等他 杜小生走后 信决定还是把他的情况告诉洛毅 杜小生之所以不想缺口 是害怕拿不到奖学金 无法还洛毅的人情 而且等考试结束 他就可以去看望小林了 旁边的一个女生 突然举手表示杜小生作弊 他声称 看见杜小生抽屉里藏有小超 杜小生低头一看 发现还真有 老师没想到杜小生会做出这种事 学校会将他这种行为公式处罚 杜小生表示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 老师却觉得他这是在抵赖 杜小生提出他根本就不需要作弊 老师可以查看小超上是不是他的字迹 女孩却认为杜小生可以故意把字写得不一样 说不定他之前的成绩都是超出来的 毕竟大家都觉得他很爱耍手段 洛毅抢过老师手中的小超 让自己鉴定试验一下 就知道谁在说谎了 而且他今天要让大家都看清楚 他们众所周知的是什么 他拉着杜小生离开 让全部人都跟着来 他将杜小生带到阳台 向所有人宣布杜小生是他的专属血脯 任何人都不能动他一丝一毫 杜小生没想到洛毅会这样保护自己 下面的人议论纷纷 以后还是不惹杜小生为妙 洛毅建议杜小生直接转到他的班级 在他那边就不会有这些麻烦事 杜小生却觉得这样不合规矩 而且他不能接受满是吸血鬼的地方 洛毅表示已经有人打破规矩了 他看着台下的那位白发男人 男人也在看着他们 在洛毅的班级里 吸血鬼们都在讨论 有个血脯要转来他们班 据说是哥雷利特夫人最宠爱的血脯 洛毅默默地听着这一切 这时门打开了 洛德将白发男人带进来向大家介绍 他叫明哲言 是这里的插班生 洛德希望大家能与他好好相处 台下的吸血鬼议论纷纷 他们闻到了明哲言身上甜美的香气 觉得他应该很好吃 洛德让大家稍安勿躁 他让明哲言别怕 因为自己在这确实是个特别的存在 明哲言却问洛德是否和那些人一样 也想吃了他 洛德一脸坏笑 目送明哲言回到座位 明哲言坐下后 周围的吸血鬼都阴险地看着他 只有洛德看着他若有所思 放学后 几位吸血鬼把明哲言叫到角落 他们以为明哲言被吓到说不出话来 一位吸血鬼觉得明哲言身为人类 跟他们同班就得付出代价 既然他是哥雷利特夫人的血仆 那他取悦血族的手段肯定很高超 他觉得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明哲言应该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说着便聊起明哲言的衣服 谁知明哲言竟把他的手别在身后 让他别用脏手来碰自己 被控制的吸血鬼让其他吸血鬼快来帮忙 但他们被明哲言两三下给解决了 明哲言觉得他们太垃圾了 说完就转身离开 洛逸靠在走廊的墙上等明哲言路过 他觉得明哲言比外表看起来犀利多了 明哲言停下脚步 洛逸提醒他若想好好的留在这个学院 风头过盛并不是一件好事 明哲言却表示自家主人讨厌软弱之辈 洛逸笑而不语 杜小生在浴池里泡走 他想起了白天的事 搞不懂洛逸究竟在想什么 这时洛逸来了 他表示这是他的地方 而且他之前说过 没有哪里是他不能去的 况且这本来就是公用的浴池 他脱下衣服打算泡走 杜小生害羞地红了脸 洛逸却觉得他现在才来害羞 早干嘛去了 杜小生让洛逸别胡说 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 洛逸却不这么认为 杜小生则一脸惊恶的表情 杜小生睁开双眼发现 洛逸坐在自己身边 洛逸不知道他这是泡了多久 竟突然晕倒了 洛逸警告 若是再有下次 那他以后就只能跟自己一起泡澡了 杜小生连忙表示不行 洛逸以为他很嫌弃自己 杜小生又以为洛逸是担心自己 才跑进浴池看他的 洛逸问杜小生 为什么不听他的话 留在医院休养 难道学分就那么重要 杜小生表示 学分不够就无法申请奖学金 洛逸以为他很缺钱 但其实他是想还洛逸 为小林垫付的医药费 洛逸表示不需要他还钱 若真想报答自己 还有其他的方法 杜小生却觉得这不一样 照顾小林本就是他应该做的 而且 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活下去的精神寄托 洛逸听后轻哼了一声 以前的他可以不管 但杜小生以后的精神寄托 只能是他 他让杜小生答应自己 杜小生脸红扑扑的 说不出话来 洛逸找到洛逸 他之前跟洛逸提起的事 今天应该能通过了 洛逸却表示 当时洛逸提出 让杜小生转到他的班级 自己就已经说过不可以了 洛逸却不明白 已经有了先例 为什么他还要拒绝 洛逸为什么总是觉得 自己会被这种事办住 不管洛逸同不同意 洛逸都要那么做 洛逸提醒他 被伤过一次还不够吗 洛逸正主 转身摔门离开 信件此便知道了结果 洛逸却让他跟自己去找杜小生 杜小生走在楼梯上 他想起 自己还是没能跟洛逸讲清楚 他不想去血族班 尚克林突然想起 他着急赶回教室 却不慎踩空 眼看着就要跌下楼梯 明哲言却伸手拉住了他 洛逸站在楼梯上 方看着这一切 表情十分阴沉 杜小生轻轻推开明哲言 鞠躬表示感谢后 转身离开 他觉得明哲言 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明哲言走到楼梯口 目光和洛逸交汇 而后又跟他擦肩而过 幸为此感到意外 很少有人类敢跟洛逸对视 洛逸却表示 区区血脯 不需要放在眼里 洛逸坐在椅子上 让杜小生主动吻他 杜小生乖乖照做 过后洛逸问他有没有学会 洛逸却让他别为难自己 洛逸却指出 这是之前立下的约定 不算是为难 杜小生觉得 洛逸今天心情不太好 便问他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好的事 洛逸为此感到高兴 因为他会看自己的脸色 洛逸问 假如是的话 他打算怎么安慰自己 杜小生提出 可以为他做炖饭 比如牛排之类的 洛逸不禁笑出声来 给血族做牛排 听起来实在是太有趣了 不过他决定 让杜小生表现一下 顺便尝尝他的手艺 两人来到厨房 洛逸在一旁询问菜 有没有做好 杜小生让他再等等 杜小生问洛逸 知不知道胡椒粉在哪 洛逸表示自己 怎么可能会知道 杜小生只能决定 自己再去找找看 洛逸却等不及了 他想先吃个前菜 但杜小生还没有做前菜 洛逸站在门口 默默地观察着这一切 杜小生发现门外有人 洛逸却觉得不足为奇 杜小生问洛逸 觉得自己做的牛排怎样 洛逸评价味道淡有点焦 杜小生生气 让他别吃了 洛逸却表示 看在他这么努力的份上 再奖励 他一次机会 洛逸班上周末 有个郊游活动 他让杜小生 为自己准备午餐 不过杜小生 可不能保证自己做的好吃 洛逸其在马上问杜小生 有没有准备好 杜小生却看呆了 还是洛逸再次叫他 才反应过来 他把餐盒递给洛逸 洛逸接过后 却让他跟着自己出发 杜小生只答应做午餐 可没答应和他一起去 话还没说完 他就被洛逸包到马背上 洛逸觉得 周末就应该外出活动 老师窝在家里多无趣 两人在马背上聊着天 而明哲言 则在后面注视着这一切 洛逸让杜小生 别担心这么多 只是去玩而已 安抚好杜小生后 他们就出发了 他们在小溪边歇下 洛逸想看看 杜小生做了什么好吃的 看着餐盒里美味的食物 洛逸没想到 杜小生还有做家庭主妇的天分 杜小生觉得他是在取笑自己 但洛逸却表示 是在夸他 有人问洛逸要不要挑战射击比赛 明哲言已经打破他去年的记录了 洛逸不懈地笑了笑 带杜小生看自己射击 杜小生看着明哲言 原来他就是血族间传言的人类转学上 冥冥之中他感觉有人 在呼唤自己 他目光呆滞地向树林走去 而明哲言注意到了他的去向 杜小生走进树林 缠在树枝上的蛇刺接而动 准备一口咬下 明哲言却突然出现 搂住杜小生 蛇咬到了他的肩膀 他挥起匕首将蛇斩断 杜小生这才回过神来 明哲言问杜小生有没有受伤 杜小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明哲言见他没事就放心了 杜小生发现明哲言受伤了 明哲言表示 只是被蛇的牙齿刮到了 话还没说完就晕倒在地 杜小生反应过来 这是条毒蛇 他必须马上把毒吸出来 不然明哲言会有生命危险 他也顾不上男女有别了 只好把明哲言的衣服脱了 为他吸出毒血 然而这一幕 却被赶来的洛毅看到了 他质问杜小生 偷偷跑进树林里干什么 杜小生不想洛毅误会他 便解释自己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走进树林 回过神来 明哲言就被蛇咬了 自己只是帮他解毒 洛毅看着地上的蛇 发现是那个人惯用的屎魔 这时 一群人赶来 洛毅一把将杜小生拉起来 他们看到受伤的明哲言后 便让随行医生 上前查看伤势 他们本想询问洛毅是否受伤 洛毅却一言不发地 拉着杜小生离开 杜小生觉得 洛毅这是生气了 洛毅将杜小生甩在马车上 关上门就开始亲吻杜小生 他果然生气了 但洛毅突然起身 他觉得混入了其他人的味道 他打开门准备离开 这次 他就不计较了 但以后杜小生都不能和明哲言有任何瓜葛 杜小生隐忍不语 他不知道 自己究竟算是洛毅的什么人 手下向洛毅禀告暗杀任务失败了 因为中途有人出手相救 而那个人就是明哲言 洛毅没想到是他 不过他也不打算继续暗杀杜小生了 手下询问下一步任务 洛毅表示 当然是要成全他们 他要让洛毅亲眼看到 自己被背叛的全过程 杜小生走在学校的路上 他觉得洛毅似乎在闹别扭 这时他听见身后两位女生 在讨论明哲言 原来那日就自己的人叫这个名字 明哲言从郊游回来后 就一直卧病不起 现在又被丢在校医室里 自生自灭 这只能怪他的命不好 杜小生不能接受明哲言就这样死去 毕竟明哲言是为了救他 他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 看着杜小生跑去校医室 女孩轻哼一声 他果然上钩了 洛毅正在打电话 管家告诉他莉莉亚小姐 晚上会来府上拜访 洛毅透过窗户 看见了杜小生的身影 他表示自己有事晚上再说 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杜小生赶到校医室 却发现明哲言没什么大碍 明哲言表示自己 再换两天药就能痊愈了 杜小生觉得没事就好 明哲言问杜小生 为什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杜小生表示 他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平时听人说起过 杜小生本想介绍自己 但明哲言也知道他的名字 杜小生让明哲言好好休息 他回去了 明哲言却拉住他的手 向他表示感谢 杜小生缩回手说着不客气 却在门口遇到了洛毅 洛毅觉得 他把自己的话当成了耳边风 这让杜小生有些害怕 杜小生向洛毅道歉 是他轻信了传言 但明哲言是他的救命恩人 知道他有事 自己就不能做到不管 既然明哲言是他的救命恩人 那洛毅又算是他的什么 但杜小生也想知道 这个问题的答案 洛毅觉得 还是把杜小生关起来 比较省事 他拉着杜小生打算回去 明哲言却拉住了杜小生的另一只手 洛毅让明哲言放手 明哲言表示 不放又如何 洛毅将杜小生拽回咬他的脖子 他宣示着自己的主权 这里没有明哲言插足的余地 他带着杜小生离开 而明哲言则一脸阴沉 洛毅觉得 杜小生竟敢违抗自己的命令 看来的确是被关坏了 杜小生已经为轻信流言而道歉了 但从事情的原则上看 他并不觉得自己有错 洛毅让他收起无知的自信 真正能保护他的 只有自己 杜小生却不觉得自己无知 他让洛毅告诉自己 为什么上次他会突然受到袭击 如果不是明哲言救了他 他早就死了 洛毅觉得吵死了 他不明白杜小生为什么要把明哲言挂在嘴边 明明他才是杜小生的主人 杜小生却表示 从没把他当成所谓的主人 洛毅觉得杜小生是自己见过的最任性的女人 他决定再给杜小生一次机会 既然他不是主人 那他究竟是什么 杜小生却给不出答案 洛毅将杜小生放倒在床上 既然他不肯说 那洛毅就等到他说实话为止 杜小生不知道洛毅是什么意思 洛毅让他猜 杜小生却捂着眼 不愿去猜 事后洛毅坐在床边 他轻抚着杜小生的脸 没想到他这么害怕 这时管家禀告莉莉亚小姐来了 洛德还吩咐要洛毅亲自接待 为了保住杜小生的命 洛毅觉得还是顺着洛德比较好 莉莉亚从车上下来 他把手搭在洛毅的肩上 他觉得洛毅长高了不少 但洛毅让他别碰自己 他以为洛毅是在害羞 但洛毅却觉得他和以前一样轻浮 他贴在洛毅耳边 提起他们小时候一起玩过很多游戏 洛毅应该还记得 管家让莉莉亚先进屋休息 这一切都被洛德看在眼里 洛德很是欣慰 洛毅总算是明白了他的意思 雷纳德却觉得 为了一个血仆 没必要和自己弟弟这么矫针 之前洛德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洛毅这次有点玩物丧志了 雷纳德觉得 这样确实危险 不过他记得 莉莉亚很喜欢舞会 看来这段时间 洛德他们家会很热闹了 第二天一早 女仆将洛毅吩咐的血焰粥 端给杜小生 如果杜小生身体有什么不适 他也会联系医生 杜小生表示自己没事 女仆告诉他 今晚有个欢迎莉莉亚的舞会 莉莉亚是贵宾 杜小生也必须准时出席 杜小生喝着粥 他觉得这应该是洛毅对自己的关心 有时候 洛毅也挺温柔的 其实这些问题也在困扰着他 杜小生觉得 应该找个时间 说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幸这才知道他不在的这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 他问起洛毅和杜小生的发展 洛毅表示 自己之前跟洛德对着干 反而让杜小生陷入危险 现在顺着他一点就好了 幸没想到 洛毅会为了杜小生委屈自己 洛毅则死死地瞪着他 洛毅表示 现在洛德操控着一切 只有等自己血足能力觉醒了 才不用顾及他 被揍过的幸老是多了 他觉得洛毅说的很有道理 幸问洛毅 会不会带着杜小生 参加今晚的舞会 洛毅觉得 本来就是在屋里举行 绕开他会很奇怪 还不如 把他带到自己身边 这样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幸担心的是 杜小生看见洛毅和莉莉娅的互动 会吃醋 洛毅却觉得 这样才有趣 他倒想看看 杜小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幸觉得 洛毅真是坏心眼 舞会开始 幸和杜小生坐在一起 他担心杜小生会感到无聊 但杜小生觉得还好 他只注意到 洛毅好像很忙的样子 从一开始 就没见他停下来过 有人听说 莉莉娅跟洛毅从小就认识 莉莉娅立马 挽住洛毅的手 表示他们关系很好 洛毅让他别靠太近 莉莉娅却觉得没有关系 杜小生低下了头 洛毅看到后 还以为他不在意 幸看出杜小生的不对劲 便问他有没有事 杜小生表示没事 落得找洛毅有事 洛毅对身边的人说了句 失陪就过去了 杜小生安慰自己 社交场合晚一下是正常的 莉莉娅却坐到了杜小生的身边 她问杜小生 是不是洛毅养的血脯 杜小生却觉得 这和他没关系 幸说起 洛毅很真是杜小生 莉莉娅承认 洛毅确实对血脯有种情怀 不过 这可能是对味道的挑剔 毕竟要把食物养好 味道 才能变得更好 但杜小生不是食物 莉莉娅没想到 杜小生竟然蠢到 以为洛毅会喜欢她 杜小生感觉自己大脑一片空白 她希望 洛毅能够立刻出现 如她所想 洛毅来到了他们两人面前 她伸出手 邀人跳舞 杜小生以为她在 邀请自己 便想搭上手 但洛毅却表示 自己邀请的是莉莉娅 莉莉娅欣然答应 留下杜小生 呆呆地看着前方 舞曲响起 洛毅和莉莉娅 在舞池中央翩翩起舞 雷纳德觉得 洛毅跟莉莉娅很相配 洛德也表示赞同 这样一来 杜小生就该清醒了 而这就是现实 杜小生紧紧攥住自己的裙子 她夺过杏手中的红酒 一饮而尽 她放下酒杯 站起身来让杏和自己跳舞 杏本想拒绝 却被她直接拽着走了 洛毅注意到 他们这边有动静 扭头一看 却发现杜小生跟杏在跳舞 杏很心虚 她觉得洛毅一定在瞪自己 跳完舞后 身边的人都觉得 洛毅和莉莉娅很相配 杜小生不愿再听到这样的话 推开杏就跑了 洛毅看到后 对莉莉娅说了句失陪 她拍了拍杏的肩膀 表示隔天再和她算账 说完就去追杜小生了 杏却觉得 明明是他们两个矫情 为什么要拿自己开刀 这一切都被洛德看在眼里 洛毅让杜小生站住 杜小生选择无视她 她只能上前 拽住杜小生的手 杜小生转过身来 看着杜小生红扑扑的脸 洛毅觉得有些心动 杜小生甩开她的手 向前跑去 洛毅本想提醒 前面是楼梯 却来不及了 她只能抱住杜小生 一起摔下楼梯 她怒斥杜小生不看脚下 杜小生表示 又没求她护着自己 毕竟她只是洛毅养的血脯 怎么样都无所谓 洛毅觉得 她说的这句话很酸 没想到她跟莉莉娅跳支舞 就让杜小生嫉妒成这样 杜小生却杀了洛毅一巴掌 她不是洛毅的东西 洛毅被这一巴掌 打得愣住了 洛毅没想到 杜小生竟然敢打自己 杜小生却有点想吐 她推开洛毅后 就回房间了 洛毅吩咐女仆 准备一杯牛奶 洛毅站在杜小生后面看着 她让杜小生不能喝 就别学别人喝酒 随后 杜小生无力地坐在地上 洛毅上前想扶她起来 却遭到了拒绝 杜小生让她别碰自己 但她还是把杜小生抱了起来 地上很凉 要是感冒了洛毅可不会管她 杜小生却觉得 那就别管她 把杜小生放到床上后 洛毅看礼服脏了 便想帮她脱掉 杜小生表示自己 可以脱掉 洛毅抱住杜小生 让她别乱动 难得自己想对她温柔 脱完礼服后 杜小生想一个人静静 洛毅却让她喝了牛奶再说 洛毅觉得自己肯照顾 表示自己就是这样不识抬举的人 洛毅保持沉默 她之所以邀请莉莉亚跳舞 是因为洛德威胁她 洛毅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没在玩 是在保护杜小生 以她的身份 根本没必要撒谎哄人 只要杜小生相信自己就够了 牛奶解酒 她让杜小生喝了再睡觉 杜小生却想等会儿再喝 见状她只好 先把牛奶喝进嘴里 再度给杜小生喝 洛毅知道 这次是自己不对 但她希望杜小生 别再闹脾气了 她亲吻杜小生的额头 让她赶紧睡觉 洛毅让杜小生赶紧睡觉 而她察觉到 自己被监视了 原来是莉莉亚 莉莉亚以为 这些是洛毅故意做给她看的 她问身旁的雪莉 洛毅和杜小生是否般配 雪莉觉得 莉莉亚和洛毅 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而杜小生就不应该存在 莉莉亚想起 家族前不久抓到个血猎 雪猎身上还有把银匕首 而现在银匕首放在这里 也没用 还不如让雪莉处理掉 雪莉立马心领神会 信被洛毅揍了一顿 杜小生为此感到抱歉 信表示 他们两个在这样 那她就不理他们了 她知道杜小生很矛盾 除了感情 令杜小生更纠结的是 人类与血族的仇恨 不过信有一半血统是来自人类 若杜小生不介意 可以把她当作朋友来倾诉 杜小生为此表示感谢 杜小生回到卧室 却发现枕头底下 有一把银匕首 她不知道 自己床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这时管家来找她 她只能谎称自己在换衣服 毕竟在情况还没搞清楚之前 还是把她藏好为妙 原来今晚莉莉亚的家人 要过来聚餐 管家希望杜小生能帮忙准备一下 只需要递盘子就可以了 杜小生穿着女仆装帮忙 身后的女仆对她尽情嘲讽 餐桌上的人有说有笑 洛毅这才注意到端盘子的是杜小生 她知道这肯定是落得的主意 莉莉亚瞟了眼 她的父亲提出两家的交情 还得拜莉莉亚和洛毅的关系所赐 两人不仅是青梅竹马 海门当户队 莉莉亚则洋装害羞 洛毅也觉得他们很般配 提议让两人亲上加亲 杜小生闻之一惊 而洛毅则表示 让两个家族联婚 洛毅本以为顺着洛毅来就行 没想到她还得寸进尺 她询问洛毅对此事的看法 洛毅放下勺子 她还有些事就先失陪了 随后拉着杜小生离开 洛毅让她站住 牵着下蒲中 不离席成何体统 洛毅却觉得有洛德在就够了 在这里多待一秒 都让她感觉恶心 随后就转身离去 洛德向众人道歉 使她管教不好 莉莉亚父亲冷哼 看来是莉莉亚配不上洛毅了 莉莉亚则咬着牙隐忍不语 莉莉亚父亲指出 这次来访也不是为了联姻 洛德自然明白 元老院那边也很重视 莉莉亚家族 抓到了乔庄城下蒲的血裂 其他家族可能也有这种隐患 所以元老院委托他们 一同调查此事 洛德表示自己 一定会拼尽全力 莉莉亚却突然表示 自己有话要说 杜小生不知道 洛毅要带自己去了 洛毅却将她抵在墙上 问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饭局 洛毅表示 是洛德身边的代管家喊的 洛毅不明白 为什么让她去 她就去了 她以前的尊严哪去了 洛毅将杜小生强行带到这里 所以她不想再惹麻烦 她不想小林再出事 洛毅以为杜小生 只在乎自己的弟弟 就算她听到莉莉亚要和自己联姻 也一脸无动于衷的样子 杜小生没想到 在洛毅眼里 自己竟然是无动于衷的样子 洛毅不知道 自己为她隐忍落得这么久 究竟是为了什么 她让杜小生告诉自己 在她的心里 他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 杜小生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也是她一直想问的问题 看来他们之间什么都不是 洛毅抽手转身离开 杜小生却从身后抱住了她 她确实无法回答洛毅的问题 她不想把洛毅让给任何人 然而 就算她这么想 在现实面前 她却只能进退两难 她没有立场 也不了解真正的洛毅 所以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说着 她就哭了起来 洛毅一把将她抱住 她都明白了 她让杜小生别哭了 从此以后 她不会让任何人 伤害到杜小生 莉莉亚带着人来势汹汹 几人迅速将洛毅和杜小生围住 洛毅不知道 他们这是想干什么 莉莉亚告诉洛毅 杜小生很可能是血裂 杜小生本想反驳 洛毅却把她拦在身后 让她别怕 不管莉莉亚玩什么把戏 洛毅都不会 把她放在眼里 洛毅让洛毅先过来 他们必须先审问清楚 如果是误会 自然会放了杜小生 洛毅觉得 洛毅也一样 她释放出自己的能力 警告他们 别碰杜小生 洛毅让洛毅别动用自己的能力 她的身体还无法附和 杜小生也担心洛毅的情况 莉莉亚不明白 杜小生到底是洛毅的什么人 让她这么胡着 洛毅宣布 杜小生是自己喜欢的人 众人皆是一惊 洛毅让洛毅别太放肆 洛毅则表示 他们要是再纠缠不休 就别怪她不客气 莉莉亚却表示 说杜小生是血裂 是有证据的 她的家族前不久抓到一个血裂 而她把血裂身上的银匕首 带到了这来 打算交给元老院尽快处理 但昨天她发现 银匕首不见了 而且 她的贴身女仆发现 杜小生在她的房间里 鬼鬼祟祟 杜小生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枕头下的银匕首 是用来陷害她的 警卫已经去搜查杜小生的房间了 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这时警卫赶来 莉莉亚以为是找到证据了 结果警卫并未在杜小生房内 发现任何银匹 莉莉亚不愿相信 洛毅让众人撤下 莉莉亚却要求手下再搜查一遍 洛毅担心 这样下去 洛毅的身体会吃不消 于是她让手下去别处寻找 又吩咐代管家 送各位回房休息 莉莉亚却不愿意放过杜小生 她觉得杜小生一定是收到了消息 才把银匕首转移了地点 莉莉亚父亲让她别闹了 她没保管好证物 就已经给别人添麻烦了 剩下的事就交给洛毅好了 莉莉亚却不服气 洛毅让洛毅别折腾了 众人走后 洛毅的身形有些摇晃 她觉得自己只是有点累 杜小生将她扶到旁边的亭子休息 洛毅坐下后 杜小生决定告诉她 一件重要的事 傍晚她回房间时 看见了银匕首 她不知道 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房间 但还是把她藏在了床底 但她也不知道 那些人为什么没有找到 洛毅相信 杜小生不会背叛自己 杜小生不知道为什么是她 洛毅问她 指的是哪个 杜小生害羞地表示 是洛毅说 喜欢自己那件事 洛毅没想到 理由对她这么重要 杜小生以为洛毅 又想蒙混过关 洛毅却靠近 表示喜欢她不需要理由 她让杜小生靠在自己身上 见杜小生迟迟不动 洛毅索性将她拉到自己身上 洛毅有些脸红 因为杜小生倾倒了洛毅的锁骨 在上面留下了印记 洛毅发现 杜小生越来越可爱了 她问杜小生怕不怕 杜小生表示 事到如今 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洛毅把杜小生抱在怀中 她觉得杜小生 变得跟平常不一样了 这么温顺 洛毅反而不习惯了 但杜小生是看在洛毅 刚刚保护自己 才变成这样的 洛毅问她 是不是无论自己提什么要求 她都会答应 莉莉亚在房间里大发脾气 她觉得不可能找不到赢匕首 她怀疑雪莉跟雪猎是一伙的 所以就把匕首收了起来 但雪莉是和她一起长大的 怎么可能是雪猎 莉莉亚不知道 雪莉是怎么把匕首藏丢的 雪莉记得 是把她放在了杜小生的床上 莉莉亚怒斥雪莉是废物 删了她一巴掌 她这么做 是在告诉杜小生 把匕首藏起来 关键时刻 连这点事都办不好 若她下次再拖后腿 莉莉亚就会把她的头拧下来 莉莉亚表情阴狠地威胁她 雪莉则满脸惊恐地表示自己明白了 现在最要紧的是 赶紧把匕首找回来 莉莉亚猜想 匕首可能已经不在杜小生的房里了 杏坐在栏杆上把玩着匕首 原来洛毅 害怕洛德会对杜小生不利 早在晚宴前 她就拜托杏盯紧杜小生 杏觉得她像一个护妻狂魔 她严肃地表示 自己没开玩笑 杏把手搭在洛毅肩上 让她放心 自己会替她守着杜小生的 杏只是心血来潮 去检查杜小生的房间 没想到竟然搜到了银匕首 虽然不知道杜小生 为什么会藏这种东西 但还是赶紧交到洛毅手上比较好 身后的人说 她不愧是人类和血族的混血 竟然可以徒手接触银匕首 杏转头看向说话的人 想起她就是那日刺伤没杀的黑衣人 杏挑衅她是被洛毅打败后逃走的 黑衣人看在杏有一半人类血统的份上 让她把匕首交出来 这样就饶她一命 兴趣觉得她口气太大了 明明之前还被洛毅一脚踢飞 黑衣人表示 自己已经警告过了 性将匕首横在自己面前 让她有本事就来抢 洛毅和杜小生正睡在床上 这时电话响起 洛毅接了电话后 满脸震惊 杜小生被她吵醒 杜小生问她怎么了 她却面色阴沉 一言不发 原来是兴出事了 洛毅和杜小生赶到医院 警卫们也不清楚 心为什么受伤 还是在附近巡逻的人发现了她 洛毅推开手术室的门 几名医生站在病床边 而杏则躺在病床上 她的心脏处有一个大伤口 杜小生被这一幕吓到了 洛毅让医生赶紧救人 医生却表示 他们也无能为力了 通知洛毅过来 是因为杏想见她最后一面 洛毅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她让杏撑住 绝对不能死 杏颤抖着抓住洛毅的手臂 她想说什么 却又很费力 洛毅抓住她的手 让她别白费力气 无论她说什么洛毅都不会听 洛毅只希望她赶快好起来 杏刚说出一个银字 就被洛毅打断了 她不想听 杜小生提醒她别这样 要听杏说完 杏提到银匕首被血裂拿走了 这让洛毅很震惊 她回忆起之前发生的一切 杏却突然可出血 头像一边倒去 洛毅大声喊着她的名字 杜小生则捂着嘴不愿相信 洛毅让医生别傻站着 赶紧来救人 医生上前查看了杏的瞳孔后 告诉洛毅她已经死了 杏愤怒地揪着医生的衣领 杏好歹有一半血族的血统 不可能就这么轻易地死掉 但正是因为她是混血儿 医生们从没接触过这样的病例 再加上性伤是过重 体内的血族基因 无法发挥次予作用 洛毅不愿再听 她觉得 医生都是废物 洛毅拿起手术刀 在自己掌心滑了一下 然后又把手放在杏的嘴上 医生一脸惊慌 洛毅不能这么做 因为给同样身为贵族的血族 为血是禁忌 洛毅顾不上这些 她只想让杏活过来 杜小生在一旁抱着手祈祷 而小玲也来到了病房门前 露出担心的神情 警卫发现了小玲 于是立马关上门 让她回自己的房间 这里不许围观 杜小生纹身扭头看了一眼 杏终于清醒了过来 洛毅拿开手后 松了一口气 护士没想到 洛毅的血 真能让杏起死回生 普通唇血肿这么做是没用的 只有像洛毅这样 继承了始祖一脉 才有可能 洛毅表示 未写的这件事 她自会向元老院说明 医生们只管救人就行 但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他们一个字都不能传出去 考虑到抢救途中 可能还有需要洛毅的地方 医生让她等一会儿再走 医生将她和杜小生 带到一旁的椅子坐下 杜小生从没见过洛毅这样 但更让她感到奇怪的是 从始至终都没看到姓的家人 洛毅表示姓 从小就跟着自己了 因为她是混血 所以就被自己的家族唾弃 姓之前就给杜小生说过这些了 洛毅没想到 姓现在竟然这么坦荡 小时候她 可是会经常为了这件事哭 小时候的姓 总是一个人躲起来哭 因为她的父亲 说她是废物 她比起血族来 却更像人类 洛毅却认为 这是姓父亲的基因 敌不过人类造成的 她家大人就是这么说的 姓担心这种话 被父亲听见 洛毅却不害怕 大不了就让姓当她家的孩子 因为她还挺中一姓的 姓听后十分感动 是洛毅把姓拉到自己身边的 所以她必须对姓负责 她也一定会查出 是谁把姓伤成这样的 然后再让她赔命 黑衣人走进一个隐蔽 在树林里的机关 她走过长长的走廊 推开了门 桌边站着和她一样 装扮的黑衣人 她把银匕首放在桌上 表示任务已经完成 她把普林的匕首抢回来了 这时 一位身穿蓝色裙子的女人 走到桌边 她竟然喊黑衣人叫言 原来黑衣人就是明哲言 而这个女人就是弗磊 弗磊的眼睛是血红色的 莫非她也是血族 弗磊让明哲言跟自己进去 她让明哲言脱掉上衣 明哲言的身上有很多伤 看来这次她伤得不轻 明哲言第一时间 已经用了弗磊的止血药 但性比她想象中棘手 弗磊为她感到抱歉 不仅让她尾身 给哥雷利特当血仆 来收集情报 还让她去冒险战斗 明哲言却觉得 为了大家的未来 她什么都不在乎 弗磊帮明哲言治愈伤口 她知道 明哲言一定能继承 她哥哥的遗志 只是弗磊的时间不多了 她恨透了自己的这双眼睛 她时刻提醒自己 已经不是人类了 这样的她 也造不出胜水了 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给杜小申 虽然明哲言不想把杜小申卷进来 但弗磊相信 有杜小申在明哲言的身边 她一定会变得更强 明哲言汗手表示自己知道了 医生掀开帘子 洛伊问她性的情况如何 医生表示多亏了她的血撑着性 手术很成功 洛伊和杜小申都松了口气 医生让洛伊赶紧回去休息 毕竟也折腾了一天了 他们会照顾好性的 洛伊起身拉着杜小申离开 临走前她吩咐医生 性不能有半点差池 医生恭敬地把洛伊和杜小申送出门外 小林偷偷看着他们 她没想到杜小申还跟洛伊在一起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杜小申和洛伊坐在车上 洛伊一言不发 她觉得自己要说些什么才行 要不是怕杜小申一个人在大宅不安全 洛伊也不想让她跟过来 洛伊不想让她目睹这些事 杜小申没必要承受这些 杜小申搭着洛伊的手 让她别这么想 她希望能帮洛伊分担一切 她不想再像之前那样 被洛伊一无所知 洛伊却觉得 事情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 杜小申刚刚也听到信说起 迎匕首和谢烈 所以她猜测 这一切是跟她有关 毕竟她藏在房间里的匕首刚不见 信就因为匕首出事了 就算她再傻 也能猜出是洛伊跟信 一直在保护自己 信对洛伊来说很重要 不过杜小申希望她可以试着依赖自己 洛伊靠在杜小申的肩上 杜小申是除了信之外 她唯一信任的人 所以杜小申绝不能离开她 哪怕只是站在她身边 一句话不说也行 杜小申还有很多话要对洛伊说 不过她希望洛伊先休息一下 洛伊冷哼一声将她放倒 杜小申羞红了脸 洛伊是一司机下车 她以为杜小申是因为有外人在才害羞的 现在人走了总可以了吧 两天后 杜小申抱着书走在学院的走廊上 明哲言在身后叫住她 她有话要对杜小申说 两人来到一间空旷的教室 在听到明哲言说自己的伤好了后 杜小申也放心了 明哲言捏了捏拳 她告诉杜小申自己以前叫明哲言兮 他们小时候还见过 杜小申陷入了沉思 小时候她和明哲言坐在树林里 明哲言明天就要跟着哥哥离开了 杜小申很不舍 明哲言为此感到抱歉 但她发誓会回来找杜小申的 两人拉钩立下约定 怪不得杜小申会觉得明哲言似曾相识 她觉得明哲言容貌变化太大 肯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 但明哲言却觉得 她忘了自己也经历过痛苦的事 明哲言不理解杜小申 为什么就这样忘了仇恨 还和那些吸血鬼这么亲密 她对洛毅真是真心的 杜小申解释说 洛毅是特别的 明哲言用力捏住杜小申的肩膀 就因为是洛毅才更不行 她基因优秀 很可能成为元老 若人类和吸血鬼再次发生战争 杜小申会站在哪一边 杜小申以为战争已经结束了 明哲言告诉她并没有 人类一直以低微的姿态生存 他们血裂一直在努力地为人类谋未来 杜小申十分惊讶 明哲言竟然是血裂 而明哲言则向她发出邀请 血裂需要她的加入 杜小申瞪大了双眼 杜小申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明哲言告诉她 自己之所以成为血仆 吸血鬼的信任从而获取情报 杜小申想起洛毅对她说的话 她后退靠在桌上 原来明哲言是想让她从洛毅身上套取情报 血裂之所以需要她 不仅仅是因为洛毅信任她 和她的身世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小申不愿再听 她的脑子很乱想冷静一下 明哲言却捏住了杜小申的手 她不明白杜小申在犹豫什么 杜小申却哭了 别人怎么说她都行 但她不能就这样背叛洛毅 明哲言听后满脸震惊 她觉得杜小申还能说出这种话 只是因为她还不了解真相 十年前杀死杜小申父母 以及明哲言哥哥的 就是洛毅的家族 杜小申瞪大了双眼 而洛毅正在接受原老厅的审问 他们要求洛毅解释给同位贵族的信未写这件事 洛毅回答说 是因为信遭到血裂的袭击 说不定在他身上有他们所需的情报 雷纳德则没想到 洛毅会找个像样的理由来保护身边人 有人问洛毅是否知道这种事 为何成为禁忌 洛毅表示自己知道 这是为了防止家族之间互相吞并 如果吸射血脉比自己纯正的血族的血 那这辈子只能被他支配 有位女元老表示 这也是为了维护各家族的尊严 以及种族的平衡 洛毅却反问他 到底是种族的平衡重要 还是种族的存亡重要 有人说他放肆 雷纳德却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 大事面前布拘小节也是一种素养 有位子发原老提出 反正信也因为是混血儿 而不受家族重视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不过通过莉莉亚家族迎匕首 在洛毅家丢失的事 元老注意到他特别维护杜小生 元老警告洛毅 若杜小生是血裂 那他就必须死 洛毅表示自己很清楚 杜小生是不是血裂 元老们不必操心 晚上杜小生回到洛毅家的大宅 正当他要走进大门时 洛毅坐车回来了 洛毅没想到他也这么晚才回来 杜小生谎称 是因为自己在学校里温习 洛毅摸了摸他的头 夸他是乖孩子 杜小生的表情却有些不自在 洛毅摟住他的肩 打算一起去吃饭 他却急忙推开洛毅 他在学校吃过面包了 现在只想回房间休息 洛毅提出 明天一起去看望信 杜小生答应了 随后毅然离开 洛毅站在原地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杜小生用被子裹住自己 他不知道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 事到如今 他不知该如何面对洛毅 只能抱紧自己 留下痛苦的泪水 晚上杜小生做了噩梦 他梦见父母指责自己 洛毅在一旁把他弄醒 洛毅想让他喝点水 于是就伸手打算扶他起来 但杜小生却想起了 杀死自己父母的那个吸血鬼 他一把推开洛毅 玻璃杯在地上摔成了碎片 而洛毅的神色有些失落 在意识到 自己做了什么事后 杜小生连忙道歉 他解释自己 刚刚没从噩梦中反应过来 洛毅叹了口气 他想知道 是什么噩梦 把杜小生吓成这样 杜小生颤抖着身体 他梦见父母被杀害 还梦见血族和人类 再次发起战争 洛毅将他拥入怀中 洛毅以为是因为 最近发生太多事 让他不安 原本洛毅不想插手这种正事 但为了杜小生 他想变得更强 杜小生还没反应过来 洛毅就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第二天 他们去医院看望信 多亏了洛毅的血 信才能挺过来 不过 只要他能醒过来就好 信就要成为洛毅的人了 洛毅想知道信的看法 信却表示自己早就是他的人了 杜小生觉得 他们两人有点暧昧了 不过信无所谓 活着就是希望 虽然名义上信是洛毅的从属 但洛毅依旧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看待 他们永远都是平等的 信宽慰地笑了笑 信有话想跟洛毅说 杜小生本想回避 却被洛毅拉住 他们这没有别人 其实信那天 在杜小生的房间 搜到了银匕首 洛毅知道 那是莉莉亚故意陷害杜小生的 杜小生为此向心道歉 但信却觉得没关系 那日 他还遇到了之前袭击梅杀的血裂 不过他没看清对方的长相 洛毅没想到 竟是那个人把信伤成这样 还抢走了银匕首 信觉得自己不争气 不过他也重伤了那个血裂几下 更重要的是 他还发现 那个血裂的身手 比刺杀梅杀那次敏锐得多 洛毅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信怀疑有女巫给血裂加持 信不知道这件事 怎么跟袁老院交代 洛毅让他放心 自己会处理的 但因匕首被夺要保密 免得又给洛的他们留下把柄 杜小生也想帮忙 洛毅让他好好的 待在自己身边就行 信调侃他们 变得比以前更恩爱了 这让杜小生十分害羞 信还是愿意相信 人类和血族能和谐相处 就像现在的杜小生和洛毅一样 看着大家都这么温柔 杜小生心中有了答案 他不禁说了句谢谢 信和洛毅觉得很疑惑 他只好表示自己 想去看小玲 而此时 小玲刚好来到了病房门口 还是新鲜注意到的他 杜小生没想到 小玲会出现在这里 但其实他们的事 小玲全都知道 虽然他身体不好 但也不需要瞒着他 小玲一把抱住杜小生 他会无条件支持杜小生的决定 只要他幸福就好 杜小生紧闭双眼 似乎做了某个决定 他找到明哲言 明哲言以为他 决定跟自己走 杜小生却叫住了他 杜小生想尝试着去相信洛毅 所以他决定留在洛毅身边 明哲言没想到 杜小生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但却被他抵在墙上 他以为杜小生把秘密说出去了 他不希望因为他们的不谨慎 害了组织 杜小生表示自己并没有说 而且比起继续仇恨 努力创造更好的未来 才是最重要的 说不定 他们还能找到其他的共处方式 明哲言觉得他太天真了 明哲言本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打断了 原来是洛毅来了 他一把将杜小生搂在自己怀里 洛毅警告明哲言别碰杜小生 否则就杀了他 明哲言觉得洛毅办不到 洛毅觉得他是活腻了 杜小生害怕两人会打起来 便连忙拉着洛毅离开了 而明哲言在原地一脸阴沉 走了一会儿 洛毅停下脚步 他询问杜小生 这是怎么回事 杜小生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难道是怕谁看到 杜小生解释他和明哲言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洛毅没想到 他们竟是朋友 但他能感觉到明哲言不怀好意 他狡黠地笑了笑 就带着杜小生回家了 洛毅和杜小生躺在床上 可能他有点太过分了 他轻轻地擦掉杜小生脸上的泪水 这时有人敲门 原来是洛德 他想跟洛毅谈谈 两人来到一处阳台 他们的父母早不在了 所以洛德希望洛毅能明白自己的苦心 洛毅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自己也知道杜小生的父母 是被血族杀死的 但洛德告诉他 杀死杜小生父母的是 他们的父亲 洛毅瞪大了双眼 这个情报 是洛德刚派人查出来的 他担心杜小生会伤害到洛毅 但洛毅却认为 在那个战乱年代 谁都是牺牲品 这种往事还是别提了 洛德认为这是洛毅自己的想法 杜小生未必能放下 洛毅表示 这件事他自有判断 第二天一早洛毅就出门了 袁老院有个重要的会议 他给杜小生挑了个贴身女仆 交代完事后 他就关门离去 杜小生则继续躺下睡觉 过了一会儿 他听见轰隆一声 外面吵吵嚷嚷 是袁老院那边出事了 杜小生担心洛毅的安全 直接光脚跑去元老院 他祈祷洛毅千万别出事 杜小生赶到元老院 却发现 这里已经被炸成一片废墟了 警卫看见了他 本想开口提醒这里很危险 洛德却拍肩示意警卫 就让杜小生找 无论他问什么都说不清楚 杜小生跪在废墟中翻找 这里的人都没洛毅的消息 这让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元老门质问洛毅 为何让谢烈炸毁元老院 洛毅解释 这原本是给谢烈设下的圈套 只是没想到 他们会用极端的轰炸手段 不过血族这边 也抓获了不少谢烈 而且 他们还没有人员上网 为首的元老指出 洛毅这次的处事手段太过天真 如果还想继续当元老候选人 就不能再出现这样的失误 而谢烈是不容轻视的对手 所以他们需要商量一下之后的对策 杜小生还在废墟中寻找洛毅 他的指甲抠出了血 他有些恍惚 自己连洛毅是死是活都不知道 但他所在的房体要坍塌了 眼看石块就要砸到自己 杜小生紧闭双眼 这时洛毅出现将石块击碎 他不知道杜小生是在干什么 难道不知道 这里很危险 杜小生靠在洛毅的胸口 他没事真是太好了 洛毅的眼底尽是温柔 下一秒 杜小生体力不支 缓缓倒下 洛毅将他接住抱起 他表示自己没那么容易出事 杜小生还是少操点心 在血裂的秘密基地里 血裂们向弗为禀报他们 这次行动损失惨重 弗雷想知道 血族的主谋是谁 手下告诉他是洛毅 这让他感到震惊 杜小生醒了过来 洛毅看他脏兮兮的 便让他去洗个澡 杜小生连连后退 他不习惯这样 却不小心踩滑摔进浴池里 洛毅觉得 他笨手笨脚的 他伸手摸着杜小生膝盖上的伤口 杜小生以为他是想干嘛 但又突然意识到 洛毅是在帮自己治疗 洛毅靠在杜小生的膝盖上 询问他 要拿什么谢自己 第二天杜小生醒来 却发现洛毅已经出门了 这时又有人在敲门 原来是女仆艾娜 她是洛毅特意吩咐来照顾杜小生的 杜小生平时也经常看到他 艾娜询问杜小生早餐想吃什么 杜小生表示 吃面包就行 杜小生坐在小花园里 这段时间停课 不如去看望信和小灵 正当他想得出神时 有人在喊他 他扭头看去 发现是明哲言站在栏杆外 他是来找杜小生的 杜小生劝他别来找自己 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但明哲言表示 自己只是听说他擦伤了 来给他送药的 杜小生态度坚定 他让明哲言别再来找自己了 明哲言听后 握紧了手中的膏药 他有事想告诉杜小生 杜小生转身不愿再听 但这件事是关于洛毅的 血裂组织对洛毅已经有所行动了 明哲言担心杜小生也会陷入危险 但他知道 无论如何杜小生都不会离开洛毅 所以他也只是想提醒杜小生 要多加小心 尤其是要注意饮食 杜小生没想到饮食会出问题 莫非有人要毒杀洛毅 明哲言并没有否认这种说法 莉莉亚在偷偷看着这一切 他露出阴险的笑容 洛德和洛毅正在阳台谈试 莉莉亚拿着水晶球出现了 他说自己看到了杜小生 在和其他人私会 洛毅看见这个画面有些在意 但他嘴上却说 这不能说明什么 一直在为杜小生开脱 莉莉亚大声辩驳 洛毅说自己会处理 说完转身回走 紧接着 洛毅愤怒地推开了房门 大声叫喊杜小生的名字 把杜小生吓了一跳 洛毅询问杜小生正在干什么 他战战兢兢地说在做吃的 洛毅步步紧逼 质问杜小生 是不是因为做了亏心事 才想补偿讨好他 见杜小生没有反应 他直接问道 你今天是不是跟那家伙见面了 杜小生意识到 洛毅指的是明哲言 连忙解释 他只是来给自己送药膏的 洛毅对这话有些怀疑 这时 杜小生连忙喂给了他一块香肠 问洛毅好不好吃 谁料洛毅说有些焦味 看见洛毅正常回答的样子 杜小生心里松了一口气 杜小生提议 以后洛毅的伙食都交给自己 洛毅搂住了他的脖子 说自己可以勉强当他学菜的白老鼠 杜小生为了洛毅的安危 答应了他以后不会再和明哲言说话 洛毅表现得非常开心 而他们的话 都被门外的女仆听到了 明哲言回到暗室 正在梳妆的女人询问他 杜小生给出的答案 明哲言说 自己不想干涉杜小生的生活 女人却表示 这样下去杜小生以后会越来越痛苦 明哲言说 一旦有危险 自己会豁出性命救他 杜小生正在厨房做饭 洛毅品尝的时候 却总给出不好的意见 虽然如此 杜小生还是觉得 做饭给洛毅吃很有满足感 最重要的是安全 再一次做饭时 女仆走到了杜小生旁边 她询问杜小生 是否真的不介意 洛毅是一个血族 杜小生说 自己经历了太多事情 自己现在也很迷茫 但她还是认为 珍惜当下更重要 两人聊完天 女仆表示 汤要煮好了 自己帮忙盛上 就可以吃晚餐了 杜小生对这件事情 已经习惯了 自然地同意了 杜小生非常自信地问洛毅 这次的汤做得怎么样 洛毅喝了一口 表示味道好了一点 看见洛毅边吃饭边看资料 杜小生问洛毅 最近是不是很忙 有没有自己能做的事情 洛毅却说 杜小生只要乖乖的 就是帮大忙了 这时候 洛毅和杜小生 交代自己可能被血裂盯上了 让他注意安全 最好少出门 杜小生脸上带着愁容 应声答应了 洛毅看见杜小生的表情 用手抚摸起他的脸颊 正说着 发愁会变愁 突然间呛了一下 杜小生连忙站起 询问他怎么样 洛毅浑身发抖 问道 这汤全程都是 你亲手熬的吗 杜小生说对 他以为洛毅吃坏肚子了 没想到他突然咳出了一口血 昏倒在地 杜小生连忙抱住洛毅 吓得大喊他的名字 洛毅的双眼变成了血红色 唇边溢出鲜红的血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杜小生流下了惊慌失措的眼泪 杜小生浑身都在颤抖 他嘴里喊着 来人啊 叫医生 洛毅出事了 正在此时 门被人一脚踢开 一个猛面男子 搭上杜小生的肩膀 让他和自己离开 杜小生不知道这人是谁 他拉下了眼罩 原来是明哲言 杜小生还在询问明哲言来这里的原因 这时 洛德和莉莉亚赶到了现场 推开门看见房间中的一切 洛德十分愤怒 他瞪大了眼睛 咬牙切齿 而明哲言 已经不顾杜小生的反对 抱着他离开了 杜小生不想离开 他恳求明哲言 让自己去面对 但明哲言认为 杜小生太过天真了 两人正在争吵 洛德已经追了上来 大战一触即发 明哲言推开杜小生 让他赶紧跑 这样的情景 让洛德认为杜小生是血练 杜小生大声辩驳 明哲言一直让他赶紧离开 杜小生的双手都在颤抖 他想活着等洛逸醒来 于是转身离开 说自己在老地方等明哲言 让他一定要活着 而明哲言 却在此时被洛德一剑刺重 鲜血沾满了宝剑 洛德讽刺明哲言逃不掉 明哲言 却表示是一下才知道 接着两人 开始了新一轮的斗争 杜小生跑得气喘吁吁 他希望明哲言逃掉 心里又止不住想起洛逸 想让大家都平安无事 这时他听见了响声 以为是明哲言来了 转头一看 竟然是护卫队 护卫队的人 认出了杜小生的身份 很快 杜小生的手 就被护卫抓住了 明哲言赶来一脚踢飞了护卫 杜小生却发现他受伤了 与此同时 洛德也赶到了现场 一脸趾高气昂地 让他们放弃挣扎 两方人马对峙 杜小生身后就是一条河 他担心地望着明哲言 认为是自己连累了他 杜小生小生问 能不能从水路逃走 明哲言担心杜小生的体能说 没有把握 洛德下令 让侍卫抓住他们 明哲言想要保护杜小生 却被他一把推到了河里 原来是杜小生想让明哲言自己逃命 他说自己被抓住 也不会轻易被杀 明哲言有些不认同 洛德让侍卫去抓水中的明哲言 他只好潜入水中逃走 杜小生希望明哲言能够逃掉 自己却被抓进了牢房中鞭打 莉莉亚拿着鞭子 将杜小生打得浑身是血 紧接着他死死掐住杜小生的脖子 说 其实你根本就没必要活在这世上 阴险的 想让杜小生去死 莉莉亚忽然松开了杜小生的脖子 杜小生一直在咳嗽 莉莉亚似乎想起了自己审问员的身份 她揪住杜小生的头发 一直在逼问他 有关血裂的事情 杜小生一言不发 莉莉亚的脸色变得越发阴沉 她认为是自己给的教训还不够 又开始用鞭子不断抽打杜小生 杜小生被打得已经有些麻木 杜小生不断担心自己的恋人与朋友 只觉得无能为力 她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那么小心 怎么还会有人对洛伊下毒 她突然瞪大了双眼 想起了那个帮忙的女仆 做饭的时候 只有她在现场 但女仆当初是洛伊吩咐的人 她自我介绍叫艾娜 杜小生又想起 洛伊昏倒前 说是她自己太大意 会不会指的就是艾娜 莉莉亚像是发疯一样 一口咬断杜小生就是血裂 否则洛伊不会中毒 她也不会跑 而在森林的这头 受伤的明哲颜 坚持要去救杜小生 同行的女人极力劝阻 明哲颜自责自己没能救下人 女人说 一切都是自己的错 是她谋划了一切 目的就是为了让杜小生回归 但她实在没想到是这个结果 明哲颜坚持离开救人 女人劝说她 一定要冷静 必须做好计划 两人开始了争吵 女人说 如果太冲动 他们只会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明哲颜这才沉默下来 昏迷的洛伊梦到了小时候 她坐在地上 以为弗蕾不要自己了 脑子里 回想曾经开心的陪伴 忽然她抬头看见了弗蕾 小洛伊高兴得跑过去 弗蕾却拿出了一把剑 准备刺向自己 她瞪大了双眼 忽然惊醒 旁边的洛德连忙问她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扶住了洛伊的肩膀 洛伊还没回答 突然问起了杜小生 听到这话 洛德一脸的不高兴 洛德问洛伊为什么 还相信她 洛伊连忙问他们 把杜小生怎么样了 洛德说 要告诉洛伊杜小生 和血列一起逃跑的事 洛伊皱眉听着 牢房里不断传来鞭子的响声 莉莉亚仍然在折磨杜小生 杜小生想了解洛伊的情况 却被莉莉亚骂不要脸 莉莉亚拿出一把剑 说自己会向上面报告杜小生 宁死不屈 紧接着就举起剑向她劈去 杜小生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但这时 莉莉亚的手却被人握住了 剑掉到了地上 杜小生眼露激动 莉莉亚发现 来的人竟然是洛伊 洛伊掐住了莉莉亚的脖子 对莉莉亚说 我的人轮不到你处置 莉莉亚不理解 为什么洛伊这样做 说自己都是为了她 但洛伊只回了莉莉亚一个滚子 一把将她甩开 莉莉亚十分受伤地 捂住了自己的脖子 莉莉亚只好转身离开 内心希望 洛伊有一天能明白自己的苦心 洛伊紧握成拳头的手 一直在颤抖 杜小生看见洛伊 情不自禁地叫出了她的名字 洛伊问杜小生 他们是不是冤枉你了 杜小生不知道如何表达 洛伊继续问杜小生 关于那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希望一切都是被诬陷的 杜小生痛苦地流下了眼泪 看见杜小生的泪水 洛伊又握紧了拳头 洛伊忍不住靠近杜小生 问她知不知道自己被毒杀 杜小生避而不答 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洛伊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他不敢相信 杜小生竟然真的想杀自己 杜小生立刻反驳 不断重复不是自己做的 他又试图阻止 洛伊愤怒地垂了一下墙 他喊道 你把我的新人当什么 我没想到 你比弗雷更狠 洛伊以为杜小生为了目的 不惜牺牲色相 杜小生说自己的感情是真的 洛伊却只觉得讽刺 他认为 这都是杜小生怕自己杀了他找的借口 洛伊用手 捏住杜小生的下巴 说自己不会杀他 灯火辉煌的别墅里 洛德和莉莉亚正在交谈 莉莉亚想要放弃离开 但洛德却肯定了莉莉亚的行为 甚至说 洛伊不会允许他信任的人 有任何不忠 这给了莉莉亚希望 另一头的酒店 杜小林问道 信哥 怎么突然带我出来旅游 他担心杜小生不知道这件事 为了保护杜小林信 无奈只能撒谎 是杜小生提议的 杜小林觉得有些不安心 敏锐地觉得杜小生遇到了困难 信让杜小林放心 说没有什么事情 能难倒杜小生 两人很快就入睡了 夜晚 有其他女仆给杜小生 送上了饭和换洗的衣物 女仆传达了洛伊的要求 他让杜小生 洗好身体换衣服等他 杜小生望着眼前的东西 看着女仆关上了门 窗户已经被封死了 此时门被推开 洛伊站在杜小生面前 洛伊说 杜小生不够听话 杜小生一言不发 洛伊用手捏住他的下巴 讽刺杜小生再装可怜 洛伊认为杜小生是在狡辩 杜小生想要告诉洛伊 两人以前是恋人 但他根本说不出口 洛伊听杜小生提到 以前更加生气了 他紧紧地抓住杜小生的手 杜小生问两人 现在是什么关系 洛伊无情地说 杜小生只是自己的食物和仆人 阳台上 洛德询问洛伊最近的身体情况 他不断提及杜小生 想知道洛伊到底准备 对他怎么处理 洛德对杜小生的意见很大 一直说他的坏话 洛伊有些生气的 让他别说了 听着这些话 洛伊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再次声明 自己和杜小生的事情 不用他人干涉 洛德对此非常不满 他说洛伊每次嘴上放狠话 但实际还是在维护杜小生 洛伊只说和洛德无关 夜晚 杜小生一个人安静地躺在床上 突然门开了 进来的人竟然是洛德 杜小生觉得有些奇怪 洛德开口 就是对杜小生的讽刺 说本来以为杜小生 在地牢会被打死 杜小生不耐烦听洛德的话 问他到底想说什么 谁知洛德突然用手捂住了杜小生的嘴巴 说自己要送他一个两段 原来他往杜小生嘴巴里塞了一片药 杜小生紧张地问他给自己吃了什么 洛德残忍地说 这颗药会腐蚀杜小生的心脏 这样哪怕他死了 别人也会以为是因为心脏病 杜小生十分震惊 洛德却告诉他情绪别太激动 不然会发作得更快 这让杜小生觉得有些害怕 洛德离开了 门被关上 看着被封死的窗 杜小生不知道 自己会不会真的这样死去 他想起自己之前的每一次逃跑和挣扎 每一次的受伤和痛苦 他都挺过来了 如果现在这么轻易离开 杜小生觉得不甘心 杜小生决定再努力一下 这个时候 门又被人拉开了 走进来的是洛伊 看着洛伊平静的面孔 杜小生艰难地叫了他的名字 洛伊贴近杜小生的脖子 问他 怎么不反抗了 杜小生告诉他 这可能是最后一次和他讲话了 洛伊对此却并不相信 说自己不会怜悯他 杜小生感觉到脖子一阵刺痛 他决定 这次要把话都说出来 于是推开了洛伊 交代了自己之前遇到血裂的所有事情 杜小生坦诚地说了自己所有的为难 告知了自己对洛伊的真心 但杜小生伸出去的手 却被洛伊拉了下来 洛伊说 如果杜小生是真心的一开始就会坦白 他认为杜小生现在是在博取同情 洛伊抓住杜小生的手 然后松开放下 洛伊嘴里说着 杜小生这样会让他觉得恶心 杜小生的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他不敢相信自己 在洛伊心里竟然是这样的形象 杜小生突然间对洛伊跪了下来 这让洛伊觉得有些奇怪 谁知杜小生却说 自己只求他一件事 就是放了自己的弟弟 说完话就倒了下来 洛伊焦急地立马抱住杜小生 杜小生的嘴角流下了鲜血 洛伊不敢相信 事情会发展成这样 杜小生温柔地望着洛伊 一边叫着他的名字 一边尝试把手放在洛伊的脸上 杜小生对洛伊说着 我爱你 然后手就突然间掉了下来 洛伊恐慌地大叫着杜小生的名字 他立刻抱着杜小生冲出了房间 想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洛伊的脚步非常极快 恳请医生快救救杜小生 洛伊把杜小生放在病床上 医生却表示 洛伊不能进抢救室 让他在外面等候 说着就把门给关上了 洛伊一个人站在急救室门口 不明白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他脑海里不断回想起之前的场景 想到杜小生摸着自己的脸 说着挨自己 然后闭上双眼的样子 只希望杜小生不要离开他 急救室的门打开了 医生震惊洛伊竟然在这里等了一夜 洛伊焦急地按住了医生的肩膀 询问杜小生情况到底怎么样 医生说 再迟五分钟就没救了 好在抢救急时 暂时没有危险 洛伊颤抖的手终于松了下来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医生询问 要怎么照顾病人 洛伊却说 自己会亲自照顾杜小生 回到了家里 洛伊坐在椅子上 看着床上沉睡的杜小生 他拿起杜小生的手 用嘴唇亲吻着 庆幸杜小生没有离开他 这时候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洛德走了进来 质问洛伊为什么还要抢救杜小生 洛伊放下了杜小生的手 闭上眼睛反问这件事情 是不是洛德做的 洛德丝毫不慌张 说杜小生是因为心脏病 还问为什么 洛伊会怀疑自己最亲的人 谁知洛伊说洛德从来都不可信 把洛德弄得沉默了 他不断说自己都是为了洛伊好 最后提醒 他要早点休息就离开了 洛德一个人站在阳台和闷酒 突然间走来一个人 洛德叫了雷纳德的名字 雷纳德用手指摸了摸洛德的眼睛 和他说皱着眉头会长皱纹的 洛德忽然扭头 无奈地说别闹了 雷纳德知道 洛德又是在为弟弟的事烦恼 问他明明讨厌杜小生 怎么还是帮他隐瞒跟血烈逃走的事 洛德却说自己只是为了帮助洛伊 雷纳德用手揽住了洛德的肩膀 两人继续谈笑风声 在另一边的街头上 杜小玲听见卖报纸的人说 血烈投毒事件 就去买了一份报纸 当他看见报纸时 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急忙问信这是怎么回事 他担心姐姐出了问题 信安慰他说 元老院已经查到了艾娜 让他冷静下来 杜小玲却坚持想要回去 信有些犹豫 但面对杜小玲的一再询问 只好答应了 夜晚 洛伊再一次来到了医院 生气地问医生 为什么杜小生还没有醒过来 这话刚好被进来的杜小玲听到了 他急忙跑进了房间看杜小生 信赶紧上前安慰杜小玲 说杜小生和他一样 心脏有点不好 但杜小玲却说 姐姐之前的心脏没有问题 信和洛伊简单地交谈了几句 紧接着信问医生 他们会不会打扰到病人治疗 医生却说 这样还有好处 因为没醒 是病人自己不想醒 有亲友聊天 会有助于恢复 洛伊听到医生的话 握紧了拳头 不知道会不会是因为自己 信让杜小玲和他一起回去 杜小玲有些担心姐姐 信悄悄和他说 姐灵还须戏灵人 两个人就离开了 大门紧紧地关上 洛伊用手抚摸着杜小生的头发 开始了自己的反省 他回忆起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 知道 是自己太过自我忠心 是他没有考虑过杜小生的处境 没有保护好他 还将他伤得最深 他说着对不起 然后吻上了杜小生的嘴唇 说了一句 我也爱你 正在这时 突然间有泪水滴了下来 洛伊瞪大眼睛去看 原来是杜小生流着泪 睁开了双眼 洛伊变得十分激动 他以为杜小生已经醒了 用手摸着杜小生的脸 不断地喊他的名字 但杜小生却并没有什么反应 洛伊急忙按了呼叫铃 让医生赶紧进来 医生检查过后说有好转的倾向 劝洛伊不要着急 洛伊只能闭上嘴等待 医生提醒洛伊 好好休息 就关门离开了 洛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他坐在床上 说他们两个人 今天都可以早点休息 但紧接着却发生了让他震惊的事情 杜小生的身体再不自觉往后退 洛伊连忙阻止他 杜小生想要翻身 却差点摔下床 洛伊连忙抱住了人 洛伊关心地询问杜小生有没有事 杜小生却对洛伊表现得十分抗拒 洛伊有些难过 杜小生的手一直不断地推着洛伊远离自己 而且浑身还在发抖 洛伊只好松开杜小生 给他盖上被子 说自己不会睡床 让杜小生安心睡觉 杜小生的双眼十分麻木 洛伊坐在了椅子上静静地看着他 时间不停地流逝 洛伊一动不动 慢慢地天亮望 杜小林和杏行走在走廊上 杏嘴上还在问七点就来 会不会有些早 杜小林有些担心 他想让杏告诉自己 杜小生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 杏说恋人之间总会有些磕碰 但杜小林反驳了他 杜小林坚决地说 人类和血族不应该在一起 认为姐姐是在痛苦 杏拍了拍杜小林的肩膀 说因为有爱才会这样 他们应该支持 杜小林说 自己会尊重姐姐的选择 信提议两个人等会再进房间 杜小林点头同意了 杜小生睁开了双眼 他转头看见 坐在椅子上睡着的洛伊 洛伊发现 杜小生已经醒了 关心地问他有没有不舒服 杜小生摇了摇头 洛伊走到桌子边去泡药 他用勺子搅拌了一下 端过来用嘴吹了吹 想要喂给杜小生 但杜小生却撇开了脸 不愿意喝 洛伊只好说 如果不喝 自己就要来硬的了 说完就把药喝到了自己嘴里 然后一把拉过杜小生嘴对嘴 加喂给了他 杜小生一把将洛伊推开 药碗被摔在了地上 洛伊的手也被割伤了 门外听到动静的杜小林和信 赶紧推开门查看 洛伊担心杜小生的手被烫伤了 用嘴巴去治愈他的伤口 杜小生这时候 也看到了洛伊被割伤的手 信问洛伊怎么了 洛伊回答 只是喂药的时候 碗被打翻了 信提议让杜小林喂药 看到这次杜小生乖乖地喝药 洛伊咬紧了牙齿 洛伊转身出门 说自己要去透个气 却没想到 刚要走他的胳膊 就被杜小生抓住了 洛伊惊喜地瞪大眼睛 然后回头看 洛伊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淡定地问杜小生怎么了 杜小生并没有说话 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 洛伊这时候 开心地弯起了嘴角 他以为杜小生是在和自己撒娇 用手摸了摸他的脸颊 然后温柔地亲吻住了杜小生的额头 信和杜小林看见这个场景 只觉得他们被忽视了 二人都替洛伊觉得尴尬 医生刚好推开门进来 看见杜小生能坐起来 他说恢复得还不错 仔细观察过之后 医生说杜小生可以出院了 回去可以先洗个澡 洛伊听见这话 立刻嘴角上扬 说这是个好主意 晚上回到家后 洛伊在帮杜小生洗澡 还让他对自己放心 在看见杜小生 被热水熏得红彤彤的面旁 洛伊觉得自己的心被戳中了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微笑着说杜小生的表情有点犯规 洛伊的眼睛变成了红色 他的手指摸着杜小生粉嫩的嘴唇 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吻他 紧接着就开始亲吻起来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洛伊听到杜小生叫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早上 杜小生光着脚站在地板上吹风 洛伊进屋问他 怎么这么早就起床了 杜小生脸色并不太好 他突然喊了洛伊的名字 洛伊有些好奇怎么了 杜小生说自己有话和他说 洛伊不知道杜小生要讲什么 杜小生转过头 认为自己已经不适合留在洛伊身边了 想要离开 洛伊听到杜小生的话 突然皱紧了眉头 觉得有些无法接受 洛伊满脸的不赞同 说自己不可能放杜小生走 杜小生却坚持自己的意见 认为人类和血族根本不该在一起 他们之间有着世仇 洛伊阴沉着脸没有说话 他觉得两个人已经经历了种种风波 不应该分开 但杜小生却觉得 继续下去两人都会受伤 洛伊抓住杜小生的手腕 保证自己之后一定会保护好他 杜小生却说是自己对不起洛伊 自己没有办法在洛伊和血列之间做出抉择 洛伊紧紧抱住了杜小生 说自己之后不会再让他为难了 洛伊还提到了杜小生的梦想 说自己可以帮他完成 甚至以后可以去杜小生隐居的地方看他 杜小生此时沉默了 他心里明白 这只是缓兵之计 但由于对洛伊的感情 他也暂时答应了下来 洛伊尝出了一口气 两人相拥亲吻在了一起 很快洛伊就带杜小生出发了 洛伊小心地扶着杜小生下了马车 看见眼前的景象 杜小生觉得很惊喜 洛伊搂着他的肩膀问他是不是喜欢这里 杜小生高兴地点了点头 这时马车上的信抱着杜小林问 什么时候开饭 被抱着的杜小林还磕磕巴巴地喊信的名字 谁知这时候洛伊却自信地 说今天要由自己下厨 听到这话的人都一脸震惊 信准备了非常多的食材 杜小林觉得买得太多了 信却说这样做有备无患 正好被旁边的洛伊听了个正正 杜小生温柔地询问洛伊 需不需要帮忙 洛伊摸了摸杜小生的脑袋 让他等着吃就好 信拿着一条围裙走过来 洛伊坚决不穿 但由于担心被弄脏衣服 他只好妥协了 结果穿上衣服洛伊才发现 围裙上有个小猫 洛伊十分无语 信觉得这样子很可爱 杜小生也在旁边笑出了声 看见爱人这么开心 洛伊也放过了信 过了一会儿 洛伊还在拿着刀 他看着南瓜一动不动 正在信和杜小林 讨论他是不是不知道 怎么切的时候 洛伊一下子就砍到了南瓜上 他的表情开始变得不耐烦 一顿操作把南瓜切得稀碎 让围观的三人觉得 不知道说什么好 由于太过用力 南瓜还砸在了洛伊的下巴上 终于搞定一切 洛伊拿着南瓜就要往锅里放 杜小生连忙提醒他没削皮 洛伊却说带皮的都不要了 他自己早就分好了 杜小生很担心 做的菜是否能成功 洛伊却自信地表示 一切都没问题 片刻之后 洛伊的料理上桌了 看起来就是地狱级别的 其他三人发现 洛伊没倒自己的那份 愣着不敢吃 洛伊却盛气凌人地 让他们赶紧尝尝 杜小林悄悄地问姐姐 是否确定要和这种男人过日子 杜小生也无语了 夜幕降临 杜小生洗完澡从浴室里走出 他忽然间觉得 窗户外面好像有什么影子 抬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杜小生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走到门口的时候 杜小生发现 洛伊在温泉边坐着泡脚 洛伊邀请他一起 杜小生漫步走了过来 两人坐在一起聊天 洛伊问杜小生 在这里住得怎么样 杜小生觉得还不错 但他有点担心这里的安全情况 洛伊说 自己能保护好他 杜小生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起来 如果刚当的黑影不是人 那应该会是幽灵吧 他害怕地流下了汗水 洛伊摸他的头问怎么了 杜小生尴尬地说没事 杜小生询问 这房子是不是新建的 洛伊却回答说是 临时买下来的 杜小生更害怕了 问有没有人在屋子里离世 知道杜小生在害怕什么 洛伊故意调侃杀杜小生 一边躺在杜小生腿上 一边还说他 可以和自己一个房间睡 并且叮嘱杜小生 晚上害怕就来找自己 紧接着 洛伊就开始不要脸的索吻 杜小生只好弯下了腰 洛伊忽然转头 正好和杜小生的嘴巴接触在一起 杜小生的脸都红了 洛伊却哈哈地笑了起来 杜小生强调 自己只是不习惯姿势而已 两人告别后 分头回房间睡觉 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杜小生 却根本睡不着 总觉得屋子里怪怪的 房间里传来了一些动静 杜小生猛地睁开了眼睛 看见屋外的影子 杜小生吓得惊声大叫 一不小心被床腿绊倒了 正要摔倒在地的时候 洛伊及时赶来 英雄救美地抱住了他 关心地询问杜小生有没有事 杜小生立刻抱住洛伊 吓得哭了起来 和他说窗户上有黑影 洛伊抬头望去 发现窗子外面是一些黑色的蝙蝠 他安慰地拍了拍杜小生的背 忽然耍赖说自己今天陪杜小生睡 然后抱着人 就往自己的房间走 两人开始打情骂靠起来 到处都是李花的声音 杜小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他边从楼梯上走下来 边问大家怎么了 杜小林开心地说 今天是杜小生的生日 大家都在 祝他生日快乐 杜小生非常感动 这时洛伊向他走来 然后伸出了手 杜小生有些不好意思 但还是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 两人相斜着走下楼梯 杏开玩笑地说 这画面让人觉得幸福满满 杜小生羞涩得脸红了 洛伊表示 难得大家在一起 梦幻一点也没关系 洛伊把杜小生按在座位上 杜小林开心地说 这个蛋糕 是自己和杏两个人 亲手做的生日礼物 杜小生闭上眼睛开始许愿 希望大家都可以美好的生活下去 杜小生吹灭了蜡烛 洛伊拿刀子切好了蛋糕 拿起勺子 想要喂给杜小生 杜小生刚刚张开嘴巴 睁开眼却发现 自己把洛伊的手指 咬到了嘴巴里 洛伊好笑地问他 自己的手指好吃吗 杜小生才发现 原来刚刚一切都是他做的梦 洛伊表示 今天是杜小生的生日 他们准备了惊喜 让他快点起床 杜小生很开心 大家记得这件事情 但面临的 却是洛伊亲手做了生日蛋糕 这个残酷的现实 回想起上次吃完饭 就不自觉呕吐的事情 杜小生有些胆战心惊 洛伊当初不服输地表示 自己一定会做出美食 如今真的完成了 让人令人惊叹的成就 还好杜小林和心 准备了正常的食物 杜小生开心地和二人交流 看见这一幕 洛伊生气了 发现了闹别扭的洛伊 杜小生觉得 还是需要安慰一下 于是转身向洛伊走去 忍着害怕说 自己想尝试一下 洛伊做的蛋糕 极力地控制住 自己逃避的冲动 杜小生强忍着 把蛋糕塞进了嘴里 但让他感到震惊的是 蛋糕居然味道还不错 杜小生给出了 非常高的评价 洛伊的脸色 才变得好看了 洛伊问这话是不是真的 紧接着 就用手指抹了 杜小生的嘴角尝了一口 杜小生的脸立刻就红了 让洛伊别在其他人面前这样 洛伊告诉他 杜小林他们正在 喜餐去看不见的 还是被杜小生害羞地说不行 洛伊突然给杜小生 戴上一条项链 表示 这是自己准备的生日礼物 问杜小生喜不喜欢 杜小生开心地和他道谢 洛伊摸了一下杜小生的脸 问他现在有没有原谅自己 杜小生不知道 洛伊说的是哪件事 只是表示 过去的事情就算了 以后好好过日子 杜小生表示 自己喜欢现在的生活 想一直这样过下去 洛伊也向他保证 自己会尽力实现他的愿望 杜小生发自内心地笑了 杜小生正在摘花 洛伊忽然打开门走了进来 杜小生在好奇 为什么今天这么早 洛伊回答 事情忙完了 问他最近在干什么 杜小生谈到 自己想种些花接活干 洛伊的手指摸到了鲜花 然后把花嘟插在了杜小生的头上 杜小生觉得他在胡闹 两人开始打情骂靠 没有注意到 院子的篱笆上 沾了一只黑色的乌鸦 直到乌鸦飞走 洛伊才觉察到 有些不对劲 看见洛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杜小生追问他怎么了 洛伊告诉他 看见只乌鸦 没其他的事 两人接着回到了房间吃饭 傍晚的元老会 洛德刚走出门 就听见别人 在议论自己家族和血列的事情 听见别人讽刺 洛佩斯特家族开始没落 洛德面色沉重 紧紧握住了拳头 正在此时 莉莉亚的父亲 用手拍了拍洛德肩膀 说自己有话和他讲 两个人来到了阳台 莉莉亚父亲劝说洛德 别在意那些话 并且提及了两个家族联姻的事情 洛德对此表示了歉意 莉莉亚父亲 却重新提起了婚事 表示希望可以促成 莉莉亚和洛伊的姻缘 他告诉洛德 最近莉莉亚郁郁寡欢 他实在不忍心 同时他还表明 元老院有话语权的亚尔 是自己家族的人 婚事一成 他能保证洛伊就是下一届元老 洛德这才答应了 会尽力想办法促成婚约 郊外的别墅里 姓和洛伊在讨论家族的事情 姓说自己一直都是被放养的 洛伊也表示自己 偶尔能够控制一下同色 听见两人的聊天 正在洗盘子的杜小生 沉默不语 他不知道 这样的日子 还能持续多久 傍晚时分 洛伊准备离开 杜小生站在门口送他 洛伊离开院子不久 就突然间遇到了洛德 洛伊质问洛德 为什么要跟踪自己 洛德却表示 这件事稍微调查一下就能知道 他拿出一包血地给洛伊 让他赶紧喝掉 却被洛伊一把推开 血包被扔在了地上 洛德大声呵斥 洛伊不要任性 并且要求他 有点家族继承人的担当 同时提出 让洛伊和莉莉亚联姻的事 洛伊表示不可能 但洛德却表示 只要洛伊同意联姻 洛伊觉得洛德在要挟自己 洛德同样也认为 洛伊是在逼迫自己 两个人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洛德拍了拍洛伊的肩膀 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在为他好 哪怕洛伊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也毫不在意 再一次提到杜小生的性命后 洛德给出了一个期限 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留下洛伊纠结不已 洛伊一把推开了房门 杜小生正疑惑他怎么回来了 没想到洛伊二话不说 立刻就吻上了他的嘴 杜小生手中的衣服 飙在了地上 洛伊犹豫着要不要吸血 杜小生主动说自己的身体没问题了 洛伊情绪有些低落地问他 是否相信自己 杜小生摸着洛伊的脸 说自己相信他 一夜过去 洛德站在房间等待着洛伊的到来 他打开手中的怀表 看了看时间 然后合上 紧接着 洛德拿起桌子上的电话 拨给了莉莉亚的父亲梅丽大人 告诉对方 洛伊已经答应了和莉莉亚的联姻 得知这个消息的信急忙赶来 他推开房门询问洛伊 是不是真的答应了订婚 洛伊却让他把门关上再谈 门关上之后 洛伊交代了自己的想法 他准备等所有人放松警惕后 和林小生去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地方 信正惊讶 洛伊要私奔 洛伊竟然还一本正经的问信 要不要和他一起走 洛伊告知了信自己和杜小生 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并且坚决地表示自己是认真的 听见这话信沉默了 然后微笑了起来 他回想起自己童年时 被别人辱骂嘲笑的场景 所有人都说自己是失败品 甚至连自己的父母都看不起自己做从属的决定 但是洛伊却接纳了自己 还把自己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信坚定地表示 自从洛伊救活自己的那天起 他已经把命交给了对方 而洛伊也伸出手 说他从来没有把信当作从属 反而一直希望信 凭借自己的意志留在他的身边 信被洛伊的话感动了 他伸出手 两人的手紧紧交过在一起 杜小生在院子里浇花 此时他的脑海里回想起 昨晚洛伊问自己 愿意不愿意和他私奔 他也得知 这里被洛德发现了 可这时 杜小生忽然听见了门被打开的声音 有一个穿着黑斗篷的女人走了进来 女人的眼睛血红 笑着对杜小生说了一句 好久不见 杜小生却并不认识这个人 杜小生手中的洒水壶掉落在了地上 他震惊地问对方是谁 女人说不怪 杜小生不记得自己 但他还是被杜小生 当成了洛德派过来的吸血鬼 女人只好严肃地表明自己的身份 原来她是杜小生妈妈的宝妹 名字叫弗雷 这个耳熟的名字 让杜小生很快想起了 之前照顾洛毅的血扑弗雷 洛德还说 洛毅之所以对自己感兴趣 就是因为自己和弗雷相似的长相 杜小生不敢相信 有这妖巧的事情 认为弗雷在骗自己 而且对方也不像人类 弗雷抓住杜小生的胳膊 告诉他 自己之所以不是人类 都是由于洛佩斯特家族 杜小生表示 洛毅已经保证 不会再伤害自己了 弗雷却说 洛毅将要和莉莉亚联姻 杜小生知道这件事因此沉默了 弗雷反问他 哪怕这样 还是要待在洛毅身边吗 杜小生询问弗雷突然出现的目的 是否是让自己和洛毅分开 弗雷回答是的 并且劝说杜小生成为血裂的一员 杜小生震惊弗雷 竟然是血裂 想到了同为血裂的明哲言 当初明哲言就说过 要带自己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杜小生怀疑 这个人就是弗雷 弗雷以为杜小生已经明白情况了 抓住他的胳膊 就要带他离开 没想到杜小生却坚决地表示自己不会加入血裂 还说自己不会像弗雷一样背叛洛毅 愤怒的弗雷打了杜小生一巴掌 埋怨他没有人类的自尊 他呵斥杜小生对不起他惨死的父母 还说他太过天真 杜小生的眼泪流了下来 他摸着自己的脸颊 仍然说哪怕这样还是不想走 无可奈何的弗雷嘴上说他不会勉强杜小生 但他却忽然伸出双手催眠了杜小生 并且得知了杜小生之后 与洛毅准备私奔的时间与地点 之后杜小生就陷入了沉睡 弗雷满含歉意地抱住了倒下的杜小生 弗雷想抓紧时间把杜小生姐弟带走 命令自己的手下留下埋伏吸血鬼 按时来赴约的信推开房门 还在抱歉自己由于准备东西迟到了 却发现院子里面空无一人 此时信也发现了门口有机关 背后忽然有人拿着剑冲了过来 情急之下信只好连忙躲闪 背后的人步步紧逼 信也抽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剑 他发现这里有很多血裂 觉察到杜小生姐弟 两人应该已经离开了 陷入在敌人包围圈里的信 想要赶紧脱身去通知洛毅 但一时之间却毫无办法 洛毅开着车准备前往约定的地点等待 他掏出手表看了看时间 还在幻想着今晚之后 他和杜小生就能永远在一起了 但此刻车子却明显出现了问题 走过的路射了路障 他怀疑是洛德做的 很快又否认了 车子已经开始失控了 在不断的打滑之下 终于撞到了树上 汽车已经报废 但洛毅却从废墟中走了出来 此时的洛毅十分气愤 发誓阻挡自己的人都要死 洛毅开始了自己的攻击 一时之间周围狂风大作 血裂们都在忙着放剑 意志之剑朝着洛毅而来 洛毅一个人站在原地 周围是无数的攻击 他却毫不费力地破了剑阵 霸气放滑让敌人们都滚出来 血裂们互相点头示意之后 旁边有一个人走了出来 洛毅突然间被吸引了注意力 他看见对方绑架了杜小生当人质 对方直言 如果洛毅发动攻击 就会杀了杜小生 迫于无奈 洛毅只好收住了自己的功力 洛毅没有想到的是 此时背后已经传来了对他的攻击 没有防备之下 他的后颈被射中了一针药剂 背部也身中竖减 受了重伤的洛毅跪倒在地 不畏惧丝毫疼痛地 拔出了颈后的针头丢落在地 但他发现自己此时全身麻痹 无法止血 这才察觉出来 刚刚的针迹里装的是圣水 洛毅抬头看向走进自己的血裂 这时血裂突然间把杜小生丢到了洛毅的怀里 洛毅的手抱住杜小生的脖子 这才发现原来自己拿到的是人偶 由于失血过多 洛毅很快就一时模糊 紧接着他就倒在了地上 血裂正在歌颂着弗磊大人计谋的高声 还未完全昏迷的洛毅听到了弗磊的名字 弗磊带着手下回到了秘密基地 房间里的杜小生正把头埋在自己的膝盖上 这时候他听见了门锁打开的声音 连忙抬起了头 门开了 杜小生看着弗磊走了进来 他大声质问弗磊 到底想把自己关到什么时候 还说自己不会对付洛毅 弗磊却轻描淡语地表示 自己要带他看些东西 杜小生不知道 弗磊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还是被血裂抓住胳膊带了出来 三人走在基地的暗道里 四周一片黑漆漆的 杜小生敏锐地闻见了血腥味 忽然间有了不好的预感 杜小生质问弗磊 到底要把自己带到哪里 弗磊并没有回答 不久之后 终于到了地方 杜小生看见眼前的场景 震惊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他发现 洛毅浑身是血 整个人被绑在了一把椅子上 已经昏迷了过去 杜小生立刻着急地朝洛毅跑了过去 他捧住洛毅的脸 急切地呼唤着恋人的名字 泪水早已经充满了眼眶 旁边的弗磊告诉杜小生 洛毅一直被言行拷问 又多次被注入了圣水 暂时醒不过来 杜小生咬紧牙关 问弗磊为什么要这么做 弗磊却说 为了完成夙愿 哪怕变成恶魔 也在所不惜 杜小生痛苦地恳求弗磊放了洛毅 说对方 让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 洛毅可是袁老渊的候选人 也是洛佩斯特家族的继承人 弗磊绝不会对敌人仁慈 杜小生反驳说 洛毅和其他血族不一样 他也想要阻止战争 在弗磊怀疑洛毅时 杜小生也坚决地相信他 弗磊只觉得 杜小生是在任性 但他同意给杜小生一个机会 他阻止了手下对自己的劝告 要求杜小生入血裂 并且从洛毅嘴里 套出血族的军事机密 还要和洛毅一刀两断 听到弗磊这样的要求 杜小生觉得有些为难 弗磊严厉地质问他 能不能做到 杜小生哭着说 自己需要时间 但是一时有些恍惚 突然间跪倒在地 不住地流泪哭泣 洛毅从昏迷中清醒 看见了自己眼前的牢笼 和圣水的注射器 同时他也发觉了杜小生的存在 看见洛毅清醒过来 杜小生很高兴 说自己会想办法帮他松绑 但洛毅却很好奇 为什么杜小生会在这里 杜小生紧张地流下了汗水 他告诉洛毅血裂 想让自己劝洛毅 掏出血族情报 杜小生解释自己 并不想这么做 洛毅并没有责怪他 还在不断庆幸杜小生没事就好 杜小生抓住洛毅的胳膊 不停地哭泣 没有办法 接受洛毅 竟然被伤成这样 洛毅虚弱地 亲了一下杜小生的头发 温柔地让他别哭 两人 聊起牵扯到这次事件的 姓和杜小林 杜小生说 杜小林很安全 但是不知道 姓究竟是什么情况 洛毅说的目标是自己 希望姓会平安无事 突然间 洛毅痛呼出声 杜小生急忙扶着他 原来是由于注入圣水洛毅 没有办法治愈伤口 杜小生想起 只要洛毅吸血 就能恢复治愈能力 但洛毅却拒绝 吸杜小生的血 他怕自己掌握不了分寸 杜小生不断劝说洛毅 而且 两人只有逃出去 才有希望 杜小生把自己的头发扎起来 他跨坐在洛毅的腿上 主动靠近他 希望洛毅能赶紧吸血 恢复体力 杜小生双手牢牢地 按住洛毅的肩膀 被吸血的刺痛 让他抓住了洛毅的衣服 他忍不住在心中 和洛毅说了一声对不起 野外的森林里 突然火光朝天 杜小生曾经锁住的房子 已经被大火所覆盖 心脉着沉重的步伐 捂着自己胳膊上的伤口 去找洛毅 他以为是血裂 将杜小生姐弟两个人掳走的 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洛毅 可当他到了洛毅之前 所在的三叉路口时 却看到车子拐弯留下的痕迹 突然间止住了步伐 性沉默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四处都是乱糟糟的 而且地上还有已经报废的车子 以及鲜血 性有些站不稳了 他跪倒在地 不敢相信洛毅也遭受到了攻击 冷静下来之后 他想到血裂的目标就是洛毅 杜小生姐弟俩 应该只是人质而已 性十分痛苦 自己现在没有能力帮助洛毅逃离险境 无奈之下 他只好去求助洛德 而此时的秘密基地里 血裂们躺了一地 杜小生和洛毅已经逃了出来 杜小生忍不住询问 洛毅人类和血族会不会开战 洛毅告诉杜小生 哪怕自己阻止 也无法更改元老院开战的决定 洛毅说 之前前逃的女仆被抓到了 很快就会发动战争 杜小生担心 洛毅报告元老院秘密据点的位置 洛毅如实相告了自己的想法 杜小生不知道 洛毅为什么把这些都告诉自己 洛毅却说 自己早就下定决心 不会再对他有所隐瞒 听到这样的话 杜小生不知如何回答 此时血裂们突然出现 他们发现了杜小生和洛毅的身影 杜小生忽然指了一条小路 两个人向里面逃去 但令人惊讶的是 这条路既然是死路 前面就是悬崖 无路可逃的二人 被血裂们包围了 杜小生此时才知道 弗毅之前告诉自己的逃路是假的 弗毅果然出现了 洛毅看到弗毅十分惊讶 他却面带微笑地 和洛毅打了一声招呼 洛毅十分震惊 弗毅的眼睛 为什么变成了血红色 紧接着他就表示 这件事让人觉得讽刺 但很快 弗毅就让他感受到了 更讽刺的事情 弗毅伸了身手 让杜小生过去 洛毅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杜小生还在犹豫 弗毅却不耐烦地表示 如果不来 后果自负 杜小生只好迈不向前 经过洛毅时 他抓住了杜小生的手腕 杜小生眼里流出绝望的泪水 他挣脱开了洛毅的手 对他说了一声对不起 这让洛毅觉得不可置信 杜小生走向弗毅说 自己已经按他说的照做了 希望接下来放了洛毅 听到两人对话的洛毅 此时还是无法相信 杜小生竟然和弗毅站在了一方 弗毅告诉了洛毅杜小生 是自己的侄女 洛毅不停地向杜小生 追问事情的真相 绝望的杜小生 无奈地给出了肯定答案 洛毅在震惊之后 忽然仰天大笑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笑话 看见洛毅如此的状态 杜小生有些担心 但此时弗毅已经下令 让血练的放箭 和之前一样的情况发生了 无数利剑朝着洛毅而来 但洛毅却嘴呆微笑 他的脚轻轻地往后一倒 就这样闭上眼睛 掉下了悬崖 杜小生焦急地想要去抓住洛毅的手 弗毅赶忙在身后拉住了他 杜小生的情绪十分激动 他觉得都是弗毅骗了自己 看见歇斯底里的杜小生 弗毅十分生气 他一巴掌打在了杜小生的脸上 想让杜小生清醒一点 杜小生不断地流着眼泪 弗毅用力抓住他的胳膊 但杜小生已经明白过来 弗毅的目的根本不是让自己去套取情报 而是故意让洛毅狠自己 弗毅摊牌 自己只是想让杜小生早日看清现实 他说 如果洛毅真的爱杜小生 就会带着他杀出重围 接着不断批评两个人不懂什么是爱 也不懂什么是责任 只是在过家家而已 杜小生不断地挣扎 他反驳说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而且自己只是想尝试着去爱对方 弗毅一把拽起了杜小生的手 讽刺他病入膏肓 想要将他带回去 继续关起来 杜小生此时已经没了活下去的意志 弗毅却说他根本没必要殉情 因为这种悬崖根本摔不死洛毅 知道洛毅不会死 杜小生就放心了 他想着 无论洛毅恨不恨自己 他会回来就好 弗毅却对洛毅的回归感到兴奋 他告诉杜小生 哪怕洛毅不来 洛德也会来 杜小生不明白 弗毅的话是什么意思 弗毅说 他们早就打算放弃这个秘密据点 并且已经准备好了陷阱 杜小生此时才明白 一切都在弗毅的算计之中 这个女人早就设下了圈套 悬崖下的洛毅果然还活着 他边走边流下了一滴眼泪 洛毅捂着自己的伤口 一个人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走去 他现在十分疲惫虚弱 整个人都没有了精神与动力 最终实在体力不支 昏倒在了地上 天空下起了雨 而此时洛德和信他们一群人 也终于赶到了山谷脚下 发现了昏倒在地的洛毅之后 信赶紧将他抱起 不断呼喊着洛毅的名字 在雷雨交加之下 洛毅终于安全回到了别墅 信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沉默地看着已经昏睡的洛毅 洛德正在和医生了解洛毅的情况 得知洛毅被注射了大量的圣水 他要求医生一定要救治好洛毅 否则就拉上他一起陪葬 房间内的信 听到洛德这样的话有些无奈 他在想自己躺在医院的那次 洛毅会不会也是这样担心的心情 信不断地恳求洛毅赶紧醒来 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此时的秘密据典里 杜小生依旧被关在了带有牢笼的房间里 他一个人坐在床上抱着膝盖 不敢抬头 杜小生的脑海里不断想起 弗毅得意地告诉洛毅自己的身份时 洛毅不可置信的脸庞 他还想到了洛毅闭上眼睛 跳下悬崖绝望的样子 以及被绑在椅子上 拾浑身受伤的场景 杜小生不知道自己的决定 到底是不是对的 他又想起弗毅说 据典已经被布置成了陷阱 浴缸里的药水不断地溢出 全身都被泡在浴缸里的洛毅 满脸都是汗水 医生说 这种药育有可能帮助洛毅 尽快排空体内的圣水 旁边的信和洛德都默默看着这一幕 洛德看着虚弱的弟弟 咬牙切齿地发誓 一定要让那帮血烈付出代价 信担心地询问洛德 是不是想去那片山脉 并且劝说形势不明朗 让他等之后再去 但洛德根本忍耐不下去 他说这是自己家族的事情 还责怪了信和洛毅一起胡闹 听到这样的话 信也没什么可说的 洛德此时的情绪十分激烈 他表示 找不到泄烈 就把附近的村民都抓来审问 信强烈地表示 这样做会引起人类和血族之间的战争 但是洛德却说 谁都阻止不了战争的到来 并且警告信 让他做好战争的觉悟与准备 说完这话 洛德就气呼呼地关上门离开了 此时的信 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他回想起之前自己和洛毅 希望人类与血族和平共处的愿望 只觉得无力与不甘 他不知道 事情是不是永远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信放在桌子上的手轻轻颤抖 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 夜间血烈不断地在秘密据点里巡逻 但是他突然间看见 被关在牢笼里的杜小生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 血烈让杜小生赶紧起来 但是他却没有一点反应 他只好赶紧打开了 索去查看杜小生的情况 谁知这时 杜小生突然张口咬住了血烈的胳膊 然后拔腿就跑 可旁边突然间出现了更多的血烈 他们将杜小生牢牢地包围了 情急之下 杜小生说 如果他们再靠近一步 自己就咬舌自尽 血烈只好去向福磊报告杜小生越狱的情况 福磊表示自己早就已经预料到了 询问是否有人去追杜小生 又有血烈报告说 血族到达的附近的村落附近 福磊的计谋已经得逞了 他想要让杜小生看清楚战争的残酷 福磊命令这些血烈守在杜小生附近 时机到了将他带回来 而这一切都被偷偷藏在门后边的杜小林听到了 他总觉得有不好的预感 于是也跑了出去 森林里的杜小生正在拼命地逃跑 他想起自己问过洛毅 会不会向元老院报告据点的位置 如今杜小生却觉得自己和洛毅一样 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背叛人类 但他要确保洛毅不再踏入福磊的陷阱 杜小生忽然看见了树林里的人影 连忙停下了脚步 他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发现前面的人是洛德 洛德此时已经得知了据点就在山上 他们正准备缤纷两路上山 杜小生害怕地捂住了嘴巴 他知道自己一旦被发现就会有生命危险 于是想要绕过这些人 但没想到杜小林此时刚好看到了杜小生 高兴地大叫姐姐 杜小林在开心自己找到了人 但他们的动静却被洛德发现了 杜小生只好拉着杜小林赶紧逃跑 杜小生不知道的是 血裂早就已经埋伏在了旁边的大树上 他们看到了一切 树上的血裂此时刚好跳了下来 两方人马眼看就要打起来了 洛德皱着眉头不断战斗 场面一时间变得十分刺激血腥 洛德不想放过逃跑的杜小生姐弟两人 命令手下解决血裂 自己去追人 杜小生不断问杜小林 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杜小林却说自己实在是担心姐姐 杜小生叹了一口气说都怪自己 杜小林刚想安慰她 两人突然间看见森林里传来了火光 正在惊讶的两个人 没有注意到脚下的滑坡 从上面滚落下来摔倒在地 杜小生来不及管身上的伤痛 他看见杜小林躺在那里 赶紧去问她有没有事 两人确定了对方都安全之后 抬头看向了不远处的地方 他们震惊地发现 村落里的村民都被抓走了 他们的房子也都被火烧了 血族残忍地抓住一个男人就要吸血 男人却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让血族别伤害自己的孩子 两个小朋友不断哭喊着叫爸爸 看见这样的场景 杜小生姐弟两人都十分担心 而此时后面突然传来的脚步声 来人正是洛德 洛德把剑指向杜小生决定要杀死他 这时杜小生和杜小林都在拼命互相保护对方 洛德讽刺地说 两人没有资格和自己谈条件 但如果他们提供血列的据点位置 还能考虑一下放过他们 杜小林一直在阻止杜小生说出来 杜小生也明白了 自己的弟弟根本不清楚弗蕾的计划 他询问洛德络意有没有来 洛德却不想回答他 杜小生想要将据点的位置告诉洛德 以换得杜小林的平安无事 他站了起来 不想继续任性和软弱下去 杜小生握紧了自己的拳头 说自己会给洛德带路 洛德听到这话自然很高兴 杜小林却不明白杜小生的用意 两个人不断地拉扯 杜小生这时候 悄悄地在自己弟弟耳边小声地说 自己必须这样做 然后把杜小林的胳膊 从自己的肩膀上拿下去 走在前方给洛德带路 洛德此时 回头用蔑视的眼光望了一下杜小林 杜小林想起 从小时候 姐姐就一直在保护自己 他不希望杜小生成为罪人 杜小林认为自己 已经长大了 有能力保护姐姐 于是他拿出了腰中的匕首 然后向洛德冲了上去 显然这一切都是洛德的阴谋 他很快就转头 然后用手中的剑 刺中了杜小林的胸口 杜小生见自己的弟弟胸口中剑 绝望无助地痛喊出声 他连忙跑过去 抱住杜小林的身体 嘴里不停说着为什么 杜小生的眼泪 像断了线的珠子 他宁愿死的人是自己 洛德说 自己不会轻易地相信杜小生 还在不停询问杜小生 看着自己重要的人 被杀死是什么感觉 杜小生回想起自己父母 被杀时就潜藏地恨你 而就在刚刚自己的弟弟 同样也遇害了 此时哪怕想起 姓和洛义的友好 杜小生也终于明白了命运 洛德用手抓起杜小生的肩膀 举起手中的剑就要刺向他 利剑穿过了杜小生的胸口 他的口中流出了鲜血 但杜小生却忽然笑了起来 洛德还不明白 他为什么笑 突然间就瞪大了双眼 原来就在刚刚杜小生 用手中的匕首 同时刺中了洛德的腹部 洛德无法接受 自己竟然被杜小生刺中了 但他很快就得意地说 一把银匕首根本伤不到自己 然后将杜小生狠狠地摔落在地 杜小生的身体 和杜小玲躺在了一起 看着自己弟弟的脸 杜小生的脸上带着笑容 他用手轻轻地 抚摸着杜小玲的脸 对弟弟说 自己会一直陪着他 洛德看着眼前的一切 说让他们姐弟两个死在一起 是自己的仁慈 紧接着 洛德就要再次动手 杜小生已经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此时 洛德的背后 突然响起了巨大的声音 洛德震惊地回头望去 但突然间 却瞳孔紧缩 鲜血流了一地 洛德的胸口被一只手穿了过来 动手的人正是弗磊 弗磊告诉洛德 他的部下已经粉身碎骨了 接下来就轮到洛德了 洛德没有想到 背后策划一切的人竟然是弗磊 他愤怒地开始对弗磊进行攻击 弗磊却轻松地躲过了 此时 弗磊就像一个反派一样 不断挑唆洛义和洛德的兄弟关系 洛德可出了一口鲜血 他意识到 自己的伤口里面有剩水 弗磊说 想要将自己和洛德的恩怨做个了断 同时还在讽刺 洛德身为洛佩斯特家族的家主 为了弟弟 什么都做得出来 洛德还在求证杜小生 是不是弗磊安插的间谍 但弗磊却说 一切都不重要了 今天就是他们的死期 洛德听见这话 忽然想起了洛义 他想到 洛义肯定遇到了危险 于是立刻转身回去 想要看一下 洛义到底是什么情况 弗磊命令自己的手下 继续追击洛德 一群人很快就跑远了 弗磊看着躺在地上的 杜小生和杜小灵 他慢慢地走过来 一边心疼一边说 终于让他们受够了教训 此刻洛佩斯特家族的宅子里 已经躺满了尸体 血烈们全部冲进了屋子里 待在房间守护洛义地听信 到了外面匆忙的脚步声 觉得有些紧张 他想起洛德临走前 跟自己说 留下了人手守护大宅 然后把洛义交给了自己 但他没想到的是 血烈竟然这么快就冲破了防线 脚步声越来越近 杜立刻拔出了自己的剑 大门被强硬地破开了 一群血烈站在门口和杜对峙 杜一边说着 没想到这么快 就又重新交手 一边用剑和敌人搏斗 此时已经有两个血烈绕过了杏 直冲着洛义而去 杏的脚用力蹬地 然后跳了过去攻击血烈 不允许这些人靠近洛义 然而敌人实在太多 杏措手不及之下 被一个血烈刺中了腹部 杏不在乎自己的疼痛 还是用尽全力保护洛义 他很快又被敌人刺中了 而哪怕受了重伤 杏依然坚定地表示 哪怕豁出性命 也一定会保护好洛义 就在此时 有人用手抓住了杏的剑 杏突然间瞪大了眼睛 一旁的血烈们也觉得震惊 原来是杏背后的洛义站了起来 他已经苏醒了 杏开心地回头望去 洛义此刻的眼睛 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 他的战斗力十分强大 一击之下 就把所有的血烈们都震倒在地 洛义赤裸着脚 站在了地面上 他用手指了指前面的血烈 血烈不断地警惕着洛义的行为 但没有想到 洛义只是随便地用手指了指 旁边的人 很快就被击中身亡了 血烈们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急忙想要赶回去报告给弗蕾 可是此时的洛义 已经杀红了眼 他继续攻击着这些血烈 鲜血染红了整个房间 杏看到洛义的这个状态 觉得有些惊讶 连忙叫洛义的名字 询问他 是不是觉醒了自己的能力 洛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反而转头问杏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 唯一一个不会背叛自己的人 杏不知道洛义为什么这样问 他觉得 洛义肯定经历了一些 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另一边 弗蕾坐在床边 看着昏迷的杜小生 杜小生很快就睁开了眼睛 弗蕾表示 这一次他受的伤很重 可杜小生一开口 就想问杜小林的情况 弗蕾紧接着就说 等杜小生的伤好了 就会让他见人 还问杜小生 是不是在恨自己 杜小生对于这个问题 并不想给出任何的回答 弗蕾则表示 自己要给杜小生讲一个故事 时间已经到了寒冷的冬天 到处都是光秃秃的树枝 杜小生一个人走在小路上 他来到了一片荒凉的墓地 紧接着站在了一座墓碑前 杜小生静静地站在那里 用手拢了拢头发 他回想起 那天自己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弗蕾给自己讲了一个故事 弗蕾告诉杜小生 十年前血族和人类之间 已经战火不断了 那时候 一个女孩被选为了间谍 埋伏在洛佩斯特家族 目的就是为了窃取情报 而女孩为了方便执行任务 成为了那个家族赤子的血仆 这时他发现 那个小孩像普通的人类一样 孩子也把这个女孩当成了母亲 女孩渐渐地产生了罪恶感 怀疑起了世界 但这个时候 他却接收到命令 组织让他杀死自己照顾的孩子 因为这个孩子 有着十足的血脉 以后对他们来说是个大患 女孩尝试了无数次 都不忍心杀掉孩子 于是就逃跑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大宅的家主 早就发现了女孩的真实身份 在女孩回到据点时 血族跟着他找到了据点 然后对血裂进行了攻击 当时的女巫死了 女孩的未婚夫 为了保护他也死了 他觉得自己成为了人类的罪人 怀着悔恨的女孩 回到了大宅 想要一刀杀死孩子 但他举起刀的一瞬间又迟疑了 结果却换来了被反杀的下场 弗雷把自己的故事 完全地告诉了杜小生 让他仔细考虑清楚自己的答案 杜小生不知道 为什么被选中的人是自己 弗雷说 因为他拥有白女巫的血脉 只有白女巫的存在 才能让血裂有机会赢得战争 当初弗雷为了保护杜小生 封印了他的能力 但如今 弗雷的能力已经消失 只能依靠杜小生了 杜小生站在父母的墓前 责怪自己 没有保护好弟弟 他怨恨自己 导致了弟弟 可能永远也不会醒来的情况 杜小生认为自己 拥有着数不清的罪名 而就在此时 却传来了脚步声 来人是明哲言 杜小生好奇明哲言的到来 明哲言说 自己听说了他的事情就赶来了 杜小生故作轻松地 和明哲言打招呼 明哲言却大声说 他应该先关心一下自己的情况 杜小生告诉对方 自己之后不会再哭了 所以 无论怎么样都没关系 听见这话 明哲言十分担心 他把手放在杜小生的肩膀上 自责自己 没能及时出现 听见明哲言说要守护自己 杜小生却否定了他 杜小生说不想明哲言为自己而活 希望他能去做更加值得的事 同时也表示自己会努力变强 强到不需要依靠任何人 明哲言不知道说什么事后 杜小生却已经准备回去了 在新的据点里 明哲言推开门 看见了站在屋子里的弗蕾 弗蕾微笑着欢迎明哲言的回归 但明哲言却在反问 为什么弗蕾 要把一切的事情都瞒着自己 同时还责怪弗蕾让杜小生伤心 弗蕾表示 因为杜小生是自己的侄女 所以必须让他早点看清现实 况且为了大意 有时候就得牺牲某些东西 紧接着 弗蕾就要求明哲言 回去完成自己的任务 明哲言没有动静 他询问弗蕾 为什么新据点选在这个地方 弗蕾说了自己的理由和想法 但明哲言却总觉得 弗蕾是在自我满足 听到弗蕾继续让自己回去的话 明哲言只说了一句 为求目的不择手段 不是哥哥希望看到的 然后就离开了 只留弗蕾一个人站在房间里 大门紧闭 就像当初的弗蕾一样 如今的杜小生 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 他想要面对现实 将一切做一个了结 两年过去 洛逸已经长出了长发 带领着血烈的杜小生 却剪了短发 他抬头望向远处 发誓 哪怕赌上性命 也在所不惜 人类与血族的战争再次展开 一切都是因为 这两年 血族一直变本加厉的奴役身边的人类 因此 更多的人类愿意赴死投奔血烈 而血烈组织 也一步步地扩大了领地 并且想要解救更多的人类 大街上 血族不断肆意虐杀着人类 大家都在四处逃跑 一对兄妹正被血族追杀 哥哥为了保护妹妹 被血族用剑刺伤了 妹妹拼命地往前奔跑 但还是被堵在了小巷子里 血族残忍地说 逃跑会受到惩罚 女孩吓得瘫软在了地上 她眼里流出了惊恐的泪水 抱着头不想面对死亡 就在这时 一道利剑闪过 女孩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眼前站着一个人影 女孩不知道 自己面前的是什么人 杜小生回答说自己是血裂 看着女孩害怕的样子 杜小生温柔地帮她疗伤 女孩的伤口 很快就被治愈了 杜小生站起身来 女孩却抓住了她的裙摆 不断地恳求杜小生 将自己带走 杜小生转头看向 已经在往这边赶来的血族 而此时 血裂们也来到了这里 有了这些人帮忙阻拦 杜小生拉住女孩的手 就往外跑 血裂的据点里面 到处都是各种伤员 杜小生将女孩带回去安顿 埃尔劝说自己太辛苦了 他表示 这都是自己愿意做的 埃尔担心地望着杜小生 杜小生却说 自己有事先走了 女孩突然抓住了杜小生的胳膊 看着女孩祈求的眼神 杜小生不自觉地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他问女孩叫什么 得知他叫可宁后 就让他安顿好之后来找自己 晚上回到房间 杜小生坐在杜小林的床边 和他说自己今天遇见的女孩 看着弟弟躺在床上 沉睡不醒的样子 杜小生的内心满是愧疚 他说 无论多久 都会等着弟弟醒来 这时 杜小生得知了弗蕾的召唤 当他来到了弗蕾的办公室 却听到了与自己出动的血裂 全部被俘获的消息 杜小生想起同伴有些难过 弗蕾表示 必须知道具体关押的位置 才能营救这些同伴 为了得到情报 弗蕾想让人色忧 布林斯老爷 打听关押的位置 杜小生想要自己前去 但被弗蕾拒绝了 他说很多血族都知道杜小生 一旦他摘下面具 就很容易被识破 而其他的两名女血裂 也不太适合冒险 因此 只能从灾民里 选一个合适的女性 再由杜小生进行保护 弗蕾给了七天的时间 让杜小生培训新人 同时交代 一定要暗中进行 看着杜小生离开的背影 弗蕾认为 杜小生对自己保持了距离 觉得他还没有原谅自己 大厅里到处都是人来人往 走在其中的杜小生 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正想着 人选不是那么好定的 此时他突然听到了 可宁叫自己的声音 可宁说自己安顿好了一切 现在想要跟着杜小生 杜小生对着可宁上下打量了一下 然后询问可宁 是否准备好了 做一个女血裂 然后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接下来的几天 杜小生带着可宁 进行了各种训练 不仅有防身术 还有各种暗器的用法 杜小生将可宁带到了桌子面前 上面摆着假发 面具 礼服 以及各种舞会需要的东西 可宁还不知道 这些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杜小生告诉他 现在需要他去完成一个任务 夜幕降临 杜小生和可宁坐在一棵树下 杜小生正在给可宁 交代他这次的身份 以及完成任务的方法 可宁却觉得有些紧张不自信 杜小生说自己会在暗中保护好他 看着门口那些戴着面具的血足 可宁不自觉地在脑海中想到了 当初要杀自己的血足 他忍不住呕吐了起来 说自己实在没有办法完成这次任务 杜小生有些心疼地抱住了可宁 不断安慰他 已经非常坚强了 可宁抱着杜小生不停哭泣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办才好 杜小生无奈之下 只好说由自己上场 杜小生换上礼服 慢慢地走到了门口 然后递给了门口的侍卫 一张邀请函 杜小生用戴安的身份安全地进入舞会 杜小生打扮的既华丽又漂亮 而舞会上的众人也都在翩翩起舞 此时舞会的主人正在感谢来宾们参加宴会 一旁的人纷纷鼓掌 优美的音乐响起 所有的人都在邀请对方跳舞 整个宴会都是一片祥和的气象 杜小生决定第一支舞的时间 自己在旁边观察一下 正在此时突然间有一只手伸了过来 旁边的一位男士正在向杜小生邀舞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他 只好答应了 杜小生将手对给了旁边的男士 音乐响起 两个人在场中翩翩起舞 随着舞步不停地跳动 杜小生隐隐觉得 眼前的人给自己的感觉非常熟悉 他不断安慰自己 不会那么巧 但却被对方发现了自己的紧张 他有些歉意地和对方道歉 此时演奏已经结束了 旁边的人纷纷鼓掌 每一对舞伴都在向对方行礼 这时杜小生面前的男人 却突然摘掉了面具 说戴着不太舒服 看见对方面具下的脸 杜小生瞪大了双眼 这些人竟然是洛毅 杜小生正有些紧张 谁知洛毅突然凑近了他的耳朵 说觉得杜小生很熟悉 杜小生很担心自己被认出来了 杜小生嘴上说着 那实在太巧了 洛毅却还是面无表情 杜小生不知道 洛毅是在怀疑自己 还是只是单纯觉得像 于是自然地询问对方 是什么样的人 谁知洛毅却说 只是一个仆人 杜小生觉得洛毅是故意的 笑着说他是在开玩笑 然后扭头就离开了 这时正好有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和洛毅打招呼 两人很快就熟络地交谈了起来 然而 哪怕和人说着话 洛毅的注意力 却还是放到了离开的杜小生身上 他一直用眼睛 盯着杜小生离开的方向 想要看看他要做什么 杜小生向着人群中的布林斯走了过去 他热烈地和对方打了个招呼 边行李边介绍了自己戴安的名字 杜小生表现得十分谄媚的样子 布林斯一直在夸赞他的身材 刚刚在和布林斯老爷聊天的两人 见状立刻离开 想让布林斯玩得开心一些 布林斯老爷说自己有些累了 想要去休息室聊天 然后非常大胆地搂住了杜小生的腰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互相恭维对方 杜小生不断夸赞布林斯的攻击 说他能文能武 然后说 自己听到杀人 觉得很恐怖 布林斯老爷赶忙说自己 只是把人抓起来了 还没杀 杜小生连忙套话问人 是不是被关在了大宅下的地牢 布林斯却说 被关在了城西那边的地牢 让他别害怕 得知了情报的杜小生 满意地笑了 布林斯老爷想和杜小生去喝酒 他说自己有点最想要出去醒一下酒 但却被布林斯拉住了胳膊 紧接着就被布林斯扑倒在沙发上 布林斯一脸色咪咪的说 想和杜小生做点别的事情 杜小生怕自己穿帮连忙躲避 此时洛伊一把推开了大门 他说自己想来房间休息一下 看见洛伊布林斯立刻害怕了起来 说自己要去招待宾客 让洛伊好好休息 布林斯很快就关上门离开了 杜小生也赶紧说不打扰洛伊休息 他的面具却一下子被洛伊给扯掉了 洛伊嘴上说着果然是你 被认出的杜小生立刻就想要逃跑 但紧接着就被洛伊给拦住了 洛伊开玩笑地和他说着 好久不见 杜小生明白自己遇上了大麻烦 杜小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偏在这个时候遇上洛伊 他和洛伊说之前是自己辜负了他 这时洛伊却突然间抓住了杜小生的手 让他别和自己耍花样 杜小生认为自己不能被洛伊抓到 于是立刻甩开了洛伊的手 然后向一旁跑去 他大踏一步冲过玻璃窗就跳了下来 紧接着落到了地上 洛伊站在原地 独自沉默地望着杜小生远去的背影 杜小生回到和可宁约定好的地方 然后开始打起了暗号 看到了暗号的可宁连忙点头 杜小生接着往前面跑去 希望可宁把情报安全带回总部 而此时杜小生的前面却出现了一个人影 发现洛伊就在前面等着自己 杜小生连忙停住了脚步 他不想和洛伊正面对碰 于是转身就跑 但洛伊却在此刻伸出双手 发动了自己的能力 在强烈的攻击之下 杜小生拼命地稳住自己 但此时 洛伊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警告杜小生敢动就杀了他 杜小生明白 洛伊能力太过强大 自己硬拼没有胜算 于是没有动手 洛伊询问杜小生 这次的目的是什么 杜小生沉默不语 洛伊无法忍受杜小生不理会自己 逼着他回答 然后对他进行了攻击 杜小生被狠狠地摔在了旁边的大树上 杜小生表示自己什么都不会说 洛伊狠狠地掐住了杜小生的脖子 却说他配合一点 否则自己可能会杀了他 听到这话的杜小生 紧紧地闭上了眼睛 说让洛伊杀了自己 洛伊看着杜小生的脸 听见杜小生说 让他现在下手 否则两人接下来就是敌人 洛伊询问是否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 杜小生却表示 这一切都不重要 洛伊生气地继续掐紧了杜小生的脖子 杜小生艰难地呼吸着 觉得死在他手里 也是一种解脱 洛伊红了眼睛 他表示不会让杜小生死得痛快 说完就咬住了他的脖子 忽然间鲜血直流 杜小生疼地咬住了自己的牙齿 他紧紧闭着双眼 不知道洛伊到底想要怎么样 杜小生不断地说 让洛伊趁现在杀了自己 洛伊却表示 不管怎样 杜小生都没有和自己为敌的能力 杜小生有些无奈 他努力让自己的手动起来 很快 他的手就被刺得流出了血 终于破解了洛伊的力量 杜小生拿出自己藏在腿上的匕首 洛伊有些震惊 杜小生竟然有能力反击 立刻往后退了一步 杜小生想要接着逃跑 洛伊立刻又伸出了双手 企图控制他 但此刻洛伊的手 却被突然迎剑刺中了 洛伊发觉了 杜小生还有同党 他立刻拔掉了这根剑 向旁边看去 知道杜小生已经跑远了 洛伊转身往旁边的草丛中走过去 一眼就看见了躲在那里的可宁 询问他 是不是就是同党 可宁害怕地瞪大了双眼 回到了秘密据点之后 杜小生立刻向弗磊说了 血族把俘虏关到城溪地牢的事情 弗磊问杜小生 是不是和血族打斗过 杜小生以为弗磊 发现了洛伊的事 谁知弗磊站了起来说 必须现在立刻去救人 但他又停下来 询问了可宁在哪 杜小生这才发觉 可宁或许遇到了危险 但时间紧急 他们两个只能边走边聊 弗磊号召人手去营救同伴 他说 可宁那里会单独找人打探情况 现在最重要的是救人 同时 弗磊递给了杜小生一把枪 里面的银子弹 对吸血鬼的杀伤力很大 但由于研发困难 目前只有一把 弗磊让杜小生在紧急的时候 用这个保护大家 所有人立刻都行动了起来 血链们在地牢旁边等待 这是小队长阿尔说 半小时前押送走了一批人 应该是血族知道地点暴露了 得知人被转移到了码头 这些人赶忙追了过去 但此时人已经被转移到了船上 他们只能继续往前追 小船在海上飘着 牢笼里关着一些血链 外面还有护卫看守 房间里的洛毅正说着 是自己发现的奸细 因此有责任护送 他们聊到现在的出海时间不太好 旁边的人有些运船 洛毅解释 之所以这么着急 是想等其他血链来救他们的同伴 然后就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 之后 几人谈到了女巫的存在 洛毅说自己跟上这层的目的 就是为了猎杀女巫 而此时的杜小生和同伴也已经上了小船 海上风雨大作 小船变得晃动起来 杜小生戴上了口罩 他们用钩子勾住大船 一群人连续往大船上面爬 刚到了大船上 这些人就做好了计划 杜小生需要躲在暗地为血链们加持 之后他们就分头行动了 血链们和门口的护卫打斗起来 外面打斗的声音被洛毅听见了 他站起了身 接着拿上自己的剑就要出门 杜小生和阿尔正要下船 洛毅突然间出现了 他看着两人发动了自己的力量 杜小生和阿尔都被打得倒在了地上 两人震惊地看着洛毅 不明白为什么他也会在 阿尔想要冲上去杀了洛毅 他脑海里不断回想起 自己同伴被杀的经历 阿尔伸出手 将钩子从船上扔了下去 让其他的同伴们先走 洛毅却讽刺他们 坐小船是在自取灭亡 阿尔反驳说血链没那么弱 紧接着就冲了上来 洛毅拔出自己的刀 两人开始了作战 杜小生看着这个场景 他想起用了隐藏气味的药水 认为洛毅认不出自己 赶紧用力量给阿尔补充能量 洛毅发现了在一旁的杜小生 询问阿尔 是不是这就是血裂的女巫 阿尔以为洛毅害怕了 但洛毅却说这愚蠢至极 紧接着就用剑劈到了阿尔的身上 阿尔昏倒在了地上 杜小生看到这个情景有些焦急 船剧烈地晃动了一下 杜小生有些站不稳 这时他身上的银弹枪 突然间掉了下来 杜小生伸出手去拿枪 可枪正好被洛毅踩在了脚底下 洛毅高高在上地询问杜小生 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神秘女巫 认为杀了她就能结束一切 杜小生连忙往后退去 但洛毅还是用手中的 剑破开了杜小生的口罩 很快杜小生的脸就显露出来 洛毅非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他没有料到女巫原来就是杜小生 杜小生看着面前的利剑没有说话 海面突然响起了巨雷 洛毅被海浪吹得遮住了眼睛 杜小生突然惊叫了一声 洛毅才发现 杜小生马上就要掉到海里了 他赶紧上前 拉住了杜小生的胳膊 这让杜小生有些惊讶 他不明白 为什么洛毅会救自己 洛毅紧紧地皱住了眉头 突然一声枪响 洛毅被银弹枪给击中了 原来刚刚昏倒的阿尔已经醒了 他朝洛毅开了枪 船被风浪吹得更加颠簸 洛毅的手终于抓不住了 他和杜小生一起从船上掉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 杜小生睁开眼睛 看见了眼前墙上模糊的符号 他以为自己做了一场很难过的梦 杜小生动了动手指 发现麻药的效果过去了 他坐起身子 有些奇怪 自己什么时候被换了一件衣服 他刚把脚放在地上准备走 突然间感觉到身体一阵刺痛 紧接着就摔倒在地 杜小生有些震惊 他的脸突然间变得通红 脑海里闪过了昨天晚上 和洛毅相处的一切事情 这才明白昨天根本不是做梦 杜小生站起身子 想要往外行走 他的脚上还带着重重的镣铐 当摸到大门的时候 杜小生惊讶地发现门已经被锁死了 他根本打不开 杜小生尝试用自己的力量打开这扇门 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效果 他发现可能是门上的阵势 限制了自己的污力 杜小生用力将自己的手铐 和墙壁上的印记进行摩擦 但无论怎么使劲都没有用 他气愤地用拳头捶在了墙上 杜小生有些担心 自己这次的失误会影响到组织 这时杜小生忽然瞪大了双眼 原来墙壁的最下端 突然间打开了一个通道 还被人推进来了一杯水和食物 看着这些食物 已经很久没有吃饭的杜小生 忍不住吞咽了几下口水 杜小生知道 现在不能在乎自尊 他明白自己现在最重要的是 好好活下去 然后逃走 而此时 门突然被人打开了 杜小生抬眼望去 是络绎直直地走了进来 他发现杜小生已经吃了送来的食物 说杜小生还算明白保命的道理 杜小生无视了洛毅的话 没有看他 洛毅觉得 他是在装聋作哑 一把抓住了杜小生的手 将他拉了起来 杜小生不断地在挣扎 但他根本没有办法逃脱洛毅的前置 杜小生喊着不让洛毅碰自己 但洛毅已经把他抱了起来 杜小生被气得咬牙切齿 他终于忍不住 张开嘴 咬住了洛毅的锁骨 洛毅有些惊讶 他忽然间把杜小生摔到了床上 紧接着气身拢罩住杜小生 嘴里调侃着 杜小生学会咬人了 杜小生担心 洛毅会对自己做什么 洛毅说杜小生如实回答自己的问题 就会放过他 杜小生坚定地表示自己绝不会说 但洛毅却问他 昨晚说的 没有故意背叛自己是什么意思 杜小生这才想起 昨晚自己说了那样的话 他忽然间闭上了眼睛不想回答 洛毅觉得有一些烦躁 他突然微笑起来 说自己抓到了假面舞会留下的女学猎 以此来威胁杜小生配合自己 杜小生怀疑 那个被抓走的女学猎 也许是可宁 他不自觉地坐起来 警告洛毅不要伤害他 洛毅固执地让杜小生 必须回答自己的问题 杜小生却觉得 两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 解释太多也没有意义 洛毅坚持要知道答案 杜小生说 哪怕自己有苦衷 也没有任何办法了 两人回不到过去 洛毅沉默地闭上了嘴巴 他站起身说 可宁暂时没有大碍 然后就离开了 在走之前 他扔出了一盒药 告诉杜小生 这是消炎药 可以让他感到舒服一些 杜小生被洛毅的关心 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坐在床上 看见大门在自己面前关闭 洛毅一个人站在门外 他用手摸了摸 刚刚被杜小生咬过的地方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信一个人踏着脚步 来到了两年前 发生战争的山脉 他发现 这里已经看不出当年的样子了 想着找到物证有点困难 于是决定还是要找人证 与此同时 他握紧自己的拳头 担心起了杜小林 洛佩斯特家族的大宅里 洛德刚刚洗完澡 从浴室走出来 他坐在椅子上 顺手拿起了旁边桌子上的红酒杯 一个人默默的品酒 洛德的脑海中 不断回想起 当初杜小生和杜小林 在自己面前 浑身是斜的躺在地上的样子 认为自己应该补上一刀 而此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敲门的声音 雷纳德来到了这里 洛德走过去 向门打开 简单地和雷纳德进行了交谈 雷纳德看见洛德胸口的伤疤 不自觉地摸了一下 遗憾这个疤痕没有办法痊愈 紧接着 他关心地问洛德疼不疼 洛德感激地说 如果当初雷纳德没有找到自己 或许他已经去世了 雷纳德拍了拍洛德的肩膀 让他别想太多 洛德将门关上 他知道 现在自己的家族 不受元老元信任 洛德告诉雷纳德 自己有了白女巫的线索 洛德一个人坐在桌子旁 静静地望着窗外 信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 洛德询问他 有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 信看了看房间 发现这是杜小生之前住过的地方 洛德询问调查的情况 信说 时间太久 那里 已经没有任何线索了 洛德早就料到了是这个情况 但信却想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 洛德侧耳倾听 信说他认为杜小生不会轻易背叛洛德 这个时候 洛德沉默了 信接着说 如果杜小生想杀洛德 早就可以下手了 洛德反驳说当年就是杜小生将自己引入了圈套 而且 他还是白女巫 他觉得自己被挚爱背叛了 信还是坚持 这里面肯定有其他的原因 认为洛德和杜小生面对时局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 他认为 洛德心里也相信杜小生 不然他不会这么想找到答案 洛德摸着自己被杜小生咬过的地方 不知道在想什么 很快 洛德又独身一人来到了密室 他站在门口沉默地打开了门 然后坐在了杜小生的床边 静静地看着沉睡中的杜小生 他情不自禁地 用双手抚摸了杜小生的脸庞 一脸的沉思 回想起之前两个人亲密相处的画面 以及杜小生害羞可爱的样子 洛伊突然间俯下身来 想要亲吻杜小生 杜小生却在这时睁开了眼睛 他看到洛伊吻过来的样子 心不自觉开始剧烈跳动 洛伊此时也发现 杜小生已经醒来了 他的身体立刻顿住了 杜小生问洛伊是什么意思 洛伊皱起眉头不说话 紧接着就拨开杜小生的头发 说自己想要进食 他按住杜小生的手腕 咬住了他的脖子 杜小生不住地挣扎 不知道洛伊是不是要一直囚禁自己 元老院的众人正在开会 他们找到了血裂的据点 就在废弃古堡里 想要一举歼灭他们 亚尔问 大家有没有其他要汇报的事情 这时 一个议员向洛伊提出了问题 他说 自己知道 洛伊俯获了一个女血裂 问他为什么没有上报元老院 洛伊有些震惊 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在跟踪自己 还是手下泄露了秘密 紧接着 洛伊说自己 但还没有问出什么情报 议员说 让他将人交给元老院处置 洛伊闭上眼睛说 没有问题 议员发现 洛伊如此干脆 也不知道是不是落得想多了 众人确定 洛伊会将俘虏交由元老院之后 就散会了 洛伊乘坐汽车离开元老院 开车的信问他 到底有什么打算 是不是真的 要将杜小生交出去 洛伊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而此时的杜小生 还在用手铐摩擦门上的印记 想要破坏这个阵势 用自己的力量逃出去 此时突然有人叫了杜小生的名字 他十分惊慌 紧接着转头看见 外面有个人正在那里 杜小生震惊地瞪大双眼 他没有想到 那人竟然是弗雷 弗雷伸手交给了杜小生一些麻药和暗器 让他逃出地下室的门 说这样 就可以救他出去 杜小生接过了这些东西 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弗雷说自己待过落宅 所以才会知道 这时突然间有人过来巡逻 弗雷临走前 告诉杜小生 会在暗处等他消息 杜小生点头答应 杜小生此时才知道 这里是落宅的地下室 他不明白 洛毅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着这些问题 杜小生打开了包裹 他认为 要用暗器逃跑的成功率 实在太低了 回想起洛毅想要亲自己的样子 杜小生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的麻药 认为这个可能有用 很快 洛毅就重新来到了地下室 他推开了门 看见杜小生正跪坐在床上 洛毅说 杜小生看来 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了 杜小生抿了名嘴 然后直起身子 询问洛毅到底对自己有什么想法 洛毅还不知杜小生要做什么 他却突然间靠近了洛毅 然后用嘴稳住了洛毅的嘴唇 紧接着就让洛毅吞下了药片 洛毅突然间瞪大了双眼 杜小生用手抓住了洛毅身上的钥匙 洛毅此时一把推开了杜小生 不相信 他竟然给自己喂麻药 杜小生正脱开了脚上的铁链 就冲出了大门 他认为自己终于可以逃出来了 杜小生不断在走廊里面奔跑 但此时还是有人抓住了他的肩膀 杜小生紧张地抬头望去 门外的元老慧已经过来押送俘虏了 他们要求姓把血列交给自己 姓将一个穿着袍子的人交给了养老院 这个人脚步有些不稳 赫然就是被洛毅之前抓到的可宁 弗毅躲在草丛中用望远镜看洛宅的情况 他发现有两个血列正站在门口 这两个人分别跑向了不同的方向 弗毅正准备去营救杜小生 手下却报告说发现了可宁的身影 弗毅只好兵分两路去救人 元老院的人将可宁带上了车子 姓看着这些人离开的背影 他观察了可宁很久 知道可宁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要用可宁顶替杜小生 姓觉得有些抱歉 而此时前方突然间有大量的烟雾产生 所有的人都在暗中防备 他们明白有血列过来偷袭了 之前杜小生在走廊里逃跑的时候 被人抓住了胳膊 而那个人就是洛德 杜小生看见洛德的脸 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洛德觉得杜小生不自量力 两个人很快开启了战斗 杜小生的手里划出来一把小刀 洛德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暗器 不小心被伤到了脖子 洛德暗暗择了一声 杜小生说自己一定要为弟弟小灵报仇 于是用匕首继续攻击 洛德只能暗暗闪躲 但他很快就抓住了杜小生的手腕 说凭借着杜小生的力量 根本不可能报仇 而杜小生此时另一只手 突然拿出一针圣水 将他刺在了洛德的身上 洛德愤怒之下 将杜小生狠狠地摔了出去 被甩在墙上的杜小生 忍不住可出了一口血 他渐渐地从墙上滑落到地面 洛德说 这次一定会让杜小生死透 但杜小生却张开了口说 今天也会是洛德的死期 洛德不断地讽刺杜小生 最近制造的圣水效果不太好 杜小生不知道 洛德是不是在试探自己 嘴里说着 洛德现在武力值也不如以前了 无论如何 圣水都会对他造成伤害 而且 弗雷已经带人杀进了大宅 听到这样的话 洛德用脚踩住了杜小生的肩膀 说杜小生不管怎样 都等不到别人的救援了 然后举起手中的 剑就要杀向杜小生 杜小生惊恐地瞪大了双眼 此时却传来了一阵风声 杜小生感觉到 自己的脸上被滴了一滴血 他睁开眼睛 却看见洛毅挡在自己面前 抓住了洛德的剑 洛德奇怪在这里看见了洛毅 洛毅表示自己警告过洛德 很多次不要干涉自己的事情 无奈之下 洛德只好抿住了嘴巴 杜小生不明白自己 刚刚给洛毅吃了麻药 他为什么还要救自己 洛毅却说 他想要再一次地相信 杜小生当年没有背叛自己 听见这样的话 杜小生流下了眼泪 然后就昏了过去 洛毅有些焦急地叫喊他的名字 洛德不断地询问洛毅 为什么要救这个多次背叛他的女人 洛毅将杜小生抱在自己的怀里 说自己也迷茫过 可能这就是爱 并且还讽刺洛德根本不懂 洛德对于这句话保持了沉默 听见外面的声音 他们意识到 是血裂过来了 洛德让洛毅赶紧带杜小生离开 洛毅不明白 为什么洛德会帮自己 洛德却说 杜小生是他们的人质 不能被血裂夺回 也不想要元老院知道这个情况 洛毅连忙抱着杜小生离开 洛德一个人面对 带着手下来临的弗雷 他在心中默默地想 正是因为自己懂什么是爱 才会奋不顾身地保护洛毅 弗雷强烈要求洛德 赶紧交出杜小生 洛德却说 血族从来没有投降二字 明哲言说 自己挡住洛德 让弗雷去追杜小生 弗雷高高地跳起 绕过了洛德就走 洛德只好继续 和剩下的血裂纠缠 他被一群人给包围了 明哲言说 洛德的对手是自己 而此时 弗雷已经追上了 抱着杜小生离开的洛毅 他立刻对洛毅进行了攻击 洛毅不得不抱着杜小生停下来 他看向不远处的弗雷 弗雷微笑着和他打招呼 洛毅启动了力量防守 说弗雷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离开 弗雷要求洛毅 将自己的侄女还回来 洛毅却说 自己绝对不会 将他交给任何人 弗雷知道 洛毅的能力 让所有人没有办法靠近他 不断用言语刺激洛毅 为什么不反击 洛毅却说 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弗雷认为 洛毅实在太过狂妄了 他加大了自己的攻击 防守有些不稳 洛毅抱着杜小生跪倒在地 他用手护住杜小生的头 手下连忙叮嘱弗雷 不要误伤了杜小生 弗雷却说 有人替自己保护杜小生 昏迷的杜小生 突然间睁开了双眼 他看见了洛毅身上 有很多的血 外面的弗雷 正在攻击着他们 杜小生不想让弗雷继续伤害洛毅 此时洛毅伸出了双手 他说 真正狂妄的人是弗雷 弗雷嘴上扬起微笑 认为马上就能破解洛毅的防守 但此时兴趣赶来了 他抽出自己手中的剑与血裂搏斗 弗雷以为兴是血族的增援 他明白 门口的血裂部队 应该被杀害了 而此时 洛毅用全部的力量攻击了弗雷 然后抱着杜小生就离开 把战场交给了兴 兴看到这里没什么死伤 他才是洛毅顾及杜小生 才没有动杀手 兴微笑起来 认为之前的洛毅终于回来了 对手下说 这些血裂宁服误杀 弗雷只好暗暗地骂了一句臭小鬼 洛毅抱着杜小生 不断地往前奔跑 他发誓 绝不会再放开杜小生 杜小生 感觉自己正在不断地坠落 他紧闭着双眼 脑海闪现出过去所经历 和发生的一幕幕往事 弗雷曾经说过 血裂的未来 只能靠自己支撑 杜小生知道自己之所以成为 血裂走上战场 除了责任以外 就是为了惩罚自己 他想起 洛毅因为自己受伤 弟弟因为自己被伤害 认为自己不配被原谅 曾经和血裂的同伴们 设置陷阱的时候 杜小生躲在草丛中 让大家准备好进攻 却猛然发现 领头的人 竟然是坐在马上的洛毅 杜小生非常震惊 同伴却说 能把洛毅除掉 简直大快人心 杜小生皱着眉头 不知道怎么办 而这时候不远处的洛毅 却突然间朝这边看来 杜小生他们连忙躲了起来 同伴感觉到了杀气 不知道有没有被洛毅发现 为了占据主导地位 他带兵上前面作战 让杜小生藏在后面加持 同伴 把装有圣水的弓箭 递给杜小生 让他找机会射杀洛毅 杜小生默默地接过了弓箭 血裂们开始了对血族的进攻 爆炸声响起之后 所有的血裂们都冲了上去 杜小生躲在后面 看着混乱的场景 不知如何是好 烟雾终于散去 杜小生能看见人影吗 他拿起了手中的弓箭 用圣水瞄准了战场中的人 他告诉自己一定要攻击洛毅 然后用圣水瞄准了洛毅的身体 但此刻杜小生的手却在不住地发抖 他最终还是放下了弓箭 他根本做不到伤害洛毅 杜小生把弓箭放在了地上 眼泪滴在了他的手指上 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 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流下了泪水 杜小生曾经发誓过不会再哭泣 但此刻还是忍不住了 杜小生弯下了自己的身体 他的手放在了胸口 明白无论如何 自己还是深爱着洛毅 昏迷中的杜小生迷迷糊糊地 叫着洛毅的名字 看见爱人痛苦的样子 洛毅不知道是不是他做了噩梦 于是握住了杜小生的双手 然后亲吻住他的额头 让他不要害怕 杜小生迷迷糊糊中听洛毅说 会永远在自己的身边 他缓缓睁开了眼睛才发现 这根本不是梦 洛毅贴心地扶住了杜小生的后背 但杜小生却起身光脚下了床 洛毅问他要去哪里 杜小生向门口走去 听见问话他突然间停下了脚步 说自己不知道要去哪 像他这样的人 最好的归宿应该就是死在战场 洛毅有些不开心 他连忙走过去 用手抓住了杜小生的手 想要让他留在自己的身边 保证自己会保护他 但杜小生却觉得自己不配被保护 洛毅抱住杜小生 让他告诉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 杜小生沉默不语 洛毅突然转过来杜小生的身体 大声质问他在纠结什么 为什么不像当年那样信自己 杜小生的眼里流出了泪水 洛毅说愿意相信杜小生 但却每次都面对着他的沉默 杜小生第一次看见 这样痛苦无奈的洛毅 他用手摸住自己的心脏 感觉疼得已经要窒息了 洛毅不断地吼着 让杜小生说话 杜小生终于张开了口 他说因为自己身边爱的人 都受到了伤害 杜小生抓住自己的裙子 说自己不配拥有爱 洛毅听到这话非常不高兴 他说杜小生不能因为这种理由 就与自己为敌 杜小生既绝望又痛苦 每次洛毅的话 都让他觉得被击中了最脆弱的地方 他为了掩盖软弱而筑起的高墙 轰然坍塌 杜小生看着眼前的洛毅 知道他还是深爱着这个人 他没有去管自己的眼泪 说正是因为自己的爱 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杜小生悲伤地说 自己不想再经历那样的痛苦 因为他害怕失去洛毅 洛毅听到这话瞪大了眼睛 忽然间抱住了杜小生 他表示 只要有这句话 之后自己就永远不会离开杜小生 并且让他多依靠自己 再次被拥抱在洛毅的怀里 杜小生闭上了眼睛 他觉得自己之前的委屈 都有了出口 洛毅的手紧紧地 抱着杜小生的胳膊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 杜小生嘴里不断地说对不起 洛毅说他并不想听这个 杜小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 洛毅忽然抓起了杜小生的手腕 放在自己的面前 他说 他们可以共同打造一个相爱的地方 杜小生此时非常感动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洛毅还会对自己这么温柔 洛毅叹了口气 说自己也做了伤害杜小生的事 然后用手轻轻地抹去杜小生的眼泪 他紧紧地和杜小生的额头相贴在一起 说两个人绕了太多的弯路 洛毅的手搂着杜小生的腰 杜小生不自觉地点起了脚尖 两个人再次亲吻在了一起 杜小生在阳台上告诉了洛毅 这两年发生的一切 洛毅站在旁边 温柔地望着杜小生 他说 自己会兑现阻止战争的沉默 问杜小生愿不愿意相信自己 杜小生笑了起来 说愿意和他一起去打造一个相爱的地方 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 杜小生又重新变得有活力起来 洛毅看着这样的他 温柔地俯下身子抵住了杜小生的额头 杜小生询问洛毅 对阻止战争有什么想法 洛毅垂下了眼睛 他提出了义和的决定 杜小生有些惊讶 毕竟现在血族和血裂已经杀红了眼 可是洛毅却说 双方已经都比较疲惫了 他现在就准备去往元老院提义和的事情 杜小生问洛毅他们现在在哪 洛毅说 处于郊外小旅馆的安全区 洛毅按住了杜小生的肩膀 让他在这里好好休息 说自己很快就回来 洛毅询问杜小生有没有什么意见 杜小生闭上眼睛同意了这个想法 杜小生和洛毅挥了挥手 洛毅看着杜小生 他渐渐地把门从外面关上 无比希望杜小生一定要等自己回来 而不是中途离开 隔着一扇门 两个人都静静地望着彼此 洛毅正在往外走 在一旁等候的信问他到底要怎么做 洛毅告诉他自己回元老院 并且把杜小生托付给了他 很快洛毅就来到了元老院 他听见会议室的众人都在讨论 要把血烈歼灭 这时洛毅伸手拉开了会议室的门 大家都看向进来的洛毅 议员们都在欢迎洛毅的出现 亚尔询问洛毅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 洛毅回答说血烈的首领逃走了 所有的人都在安慰他 让他别自责 洛毅很快对于资金和军火的问题提出了疑问 大家都在推卸责任 洛毅询问亚尔之后 要是攻还是手 亚尔把决定权交给了在场的各位 大家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想法 很快就开始争吵起来 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毕竟资金是否回流是一个大问题 洛毅此时把手放在了桌子上 说自己有个提议 亚尔让洛毅直说无妨 因此洛毅提出了议和 但听到这个想法 很多人都不赞同 亚尔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旁的一个议员却觉得非常有趣 郊外的小院里 杜小生一直坐在床上 他回想起洛毅没有禁锢自己 觉得有些不真实 对自己的决定也有一些怀疑 时间很快就到了晚上 洛毅已经回来了 杏站在楼梯口等着他 洛毅询问他有没有出什么问题 杏微笑着说一切都很好 洛毅也点了点头 他继续往房间里走去 当他拉开房门的时候 却没有看见杜小生的身影 而此时 杜小生却从门后边探出了头 询问洛毅怎么了 原来杜小生正在看书柜里的书 洛毅忽然间呼出了一口气 杜小生问洛毅元老院的情况怎么样 洛毅却突然间抱住了杜小生 说谢谢他等自己回来 杜小生微笑了一下 说自己已经答应过他了 就不会反悔 杏站在门外看着这一切 他的嘴角仰起了微笑 然后慢慢地往外面走去 洛毅说元老院有一半的人都同意一和 这有很大的可能性成功 杜小生也觉得 这是一个好消息 他开心地对洛毅说 自己想回血裂的总部 洛毅询问为什么 杜小生表示自己 也想回去劝说血裂一和 洛毅沉默不语 杜小生笑着 让洛毅相信自己 说自己也想出一份力 洛毅终于点头同意了 夜幕已经降临 洛毅和杜小生站在楼下分别 洛毅指了指远处的一棵松树 告诉杜小生 两天后的晚上八点 他们在那棵树下 相约交换信息 杜小生也说 那个地点隐蔽性很好 适合交接 洛毅指了指旁边的马说 这匹马非常实用 让杜小生骑着走 杜小生摸了摸马头 洛毅安慰他说 这匹马十分温顺 而此时杜小生正准备离开 洛毅又突然间握紧了他的手腕 杜小生问洛毅怎么了 洛毅只是重复了一句 两天后见 杜小生笑着点了点头 洛毅松开了杜小生的手 杜小生的脚踏上马凳 然后翻身上马 他对洛毅说 谢谢他相信自己 洛毅闭着眼点了点头 杜小生就骑马往前走了 洛毅看着杜小生离开的身影 信也突然间走了出来 他说 没想到洛毅会放杜小生回去 洛毅握紧了拳头说 自己相信杜小生一定会回来的 此时系列的据点里 所有的人都有些手忙脚乱 艾尔忽然间看见杜小生回来了 他表现得十分惊喜 杜小生和艾尔打了招呼 他询问大家 为什么都这么忙碌 艾尔说 因为大家都受伤了 不过还好所有的人都活着回来了 杜小生也在想 这会不会是洛毅留情的结果 艾尔突然难过地说 杜小生非常震惊地问明哲言到底怎么了 艾尔说 由于和洛德的对决 明哲言受了很重的伤 杜小生赶紧跑着离开 想要去看望明哲言 他想起小时候明哲言和自己手拉手的约定 两个人一直青梅竹马长大 他不希望明哲言出事 杜小生立刻推开了门 他看见 大家都在忙碌 弗磊还在惊讶 杜小生怎么回来了 杜小生解释说 由于血族想要议和 所以才放自己回来了 弗磊听见议和的话有些奇怪 杜小生有些难过地看着躺在床上的明哲言 他说 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救人 紧接着 杜小生赶紧释放出了自己的力量 弗磊对此点了点头 杜小生站在一旁 一直在为明哲言运功疗伤 很快 明哲言就睁开了双眼 杜小生安慰明哲言 一定会没事的 明哲言没有说话 很快就闭上了眼睛 弗磊看到这一切 也有些惊讶 他劝杜小生 不要太勉强自己 杜小生释放了太多的能量 身体有些虚弱 弗磊赶紧拉开他的手 跟杜小生说 这样下去他会昏倒的 弗磊劝说杜小生 不可能一次就把明哲言治好 认为在医生的配合之下 才是对明哲言最好的恢复方法 杜小生点了点头说 自己知道了 接着就去外面休息了 站在房间门口 杜小生有些犹豫地拉开了门 他看见躺在病床上的杜小林 在床边慢慢地坐了下来 杜小生抚摸着杜小林的脸 跟他说自己回来了 接着杜小生躺在了床上 和弟弟说自己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突然间杜小林的手动了一下 杜小生还在询问弟弟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并且安慰他说 自己会陪在他的身旁 慢慢地杜小生就困得睡着了 杜小生突然间睁开了双眼 他听见了艾尔叫自己的声音 问他怎么了 艾尔突然说明 哲言那边的情况有些紧急 杜小生瞪大了双眼 立刻从床上起来 他和艾尔匆忙地跑出了房间 杜小生有些焦急地询问 现在是什么时间 艾尔和他说已经是隔天的下午三点了 杜小生忽然想起 今天八点和洛伊约了见面 自己如果要赶回去 可能会迟到 而洛伊此时已经在松树下等待杜小生了 时间已经到了十点 但他还没有见到杜小生的身影 夜色苍茫中 杜小生快速地骑着马往前跑 他在心里不断地和洛伊道歉 哪怕已经迟到了 他也还是想要履行自己的约定 天空突然间下起了雨 杜小生骑着的马 突然间被雷雨吓到了 杜小生极力地想要控制着有些发狂的马 但很明显 这匹马太过于害怕了 很快 马就将杜小生从自己的身上甩了下去 这匹马已经独自跑走了 把杜小生一个人留在了身后 看着马离去的背影 杜小生不知道如何事后 不断责怪自己 没把缰绳抓紧 杜小生握紧了拳头 他决定无论如何 都不会放弃去见洛伊 于是 一个人在小路上奔跑了起来 时间已经来到了十二点 洛伊仍然一个人在松树下等待 这个时候 杏打着伞过来了 他让洛伊赶紧回山下等 但洛伊却一言不发 杏抓住了他的手 想要把他带下去 他跟洛伊说 雷雨天在大树下非常危险 洛伊却让杏别管自己 杏不知道要说什么事好 正在此时杏突然间听到了打雷声 他赶紧转头 然后把伞扔到地下 说杜小生今晚不会来让洛伊赶紧离开 洛伊不知道杜小生是不是不想回来了 杏说 肯定因为杜小生被事情绊住了手脚 洛伊也在说 一定是福磊在逼杜小生 性不断地附和着洛伊的话 他知道 洛伊现在非常不安 在雨中奔跑的杜小生 感觉非常的冷 他的脚步也越来越沉 杜小生感觉自己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但依然坚持着 往前不断地走 杜小生的眼神有些迷离 发现雨停了 他非常高兴 接着亮亮呛呛地往前走 但当杜小生来到了大树下 他却突然间僵住了 树下根本没有任何人影 杜小生不自然地地笑了 他认为 现在这个时间 洛伊走了是非常正常的 还觉得自己又一次伤害了洛伊 杜小生的脚意识没有站稳 他突然间滑了一下 正要摔倒在地的时候 被人扶住了腰 杜小生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以为是洛伊来了 但突然间 觉得有些不对劲 转头果然看见了另一个人 男人用手摸了摸杜小生的下巴 此人正是威尔 我以为是有点够的 小生震惊地瞬开